哈囉 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中天城堡 我是孫玲玲 Good morning to all viewers around the world Welcome aboard 好 歡迎大家 搭上我們首班的 小湯圓車車 然後剛剛就看到 馬上就有一個斗內了 就是Sony Xperia 2 好 它是傳了一大堆的讚 好 非常感謝你的斗內 然後我們來看看 有誰到了 謝松妹 詹迅木 錢文娟 我看到你們了 Kent Chan 還有韋達君 看到你在揮手了 奧里斯 阿米斯 公孫學浪 這個是柯學鴻 張煥華 張萬鈞 Obiwan Kenobi也來了 還有蘇晴 這個是翻滾咖啡廠的蘿蔔頭 陳一群 Calvin Sim 路過的昆縣 還有挺中天的宅男謝安 都看到你們了 還有林上搖 然後呢 老爺別這樣 黃明昆也來了 巴神安準時報到 張成林 還有三隻小豬 可愛哈士奇也來了 還有這個是三重王農藥 劉如鋒 我也看到你的駱駝隊 好 我也看到駱駝隊來報到了 還有這個是佩羅娜 好 佩羅娜我也看到你了 Andy 序 還有呢 婉華 斯麗娜 好 歡迎大家陸陸續續的 加入我們 那麼接下來最甜美的Morning Call 小湯圓要來幫大家讀讀報 我們先看到新聞頭條 今天呢 就是蔡英文總統 連任就職一週年 那台灣卻是因為新冠疫情大爆發 現在全台都進入了防疫的三級警戒 那本土的病例昨天是增加了267例 疫情持續的往南部的縣市擴散開來 台南昨天也是破零了 首度出現兩例確診 那由於全台過半數的縣市都有確診者了 那指揮官陳時中昨天是正式宣布 全國的防疫警戒 即日起是提升到第三級 標準就和雙北一致 實施到5月28號為止 那指揮中心今天起 每天上午都會舉行全國的防疫會議 中華民國防疫學會理事長王仁賢 他就推估疫情的高峰期 可能就落在下個禮拜三到禮拜四之間 那在兩週之後會降到谷底 到時候如果確診的數字沒有往下降 那就很顯示我們的圍堵 介入政策是失敗的 所以全民必須要記得 一定要戴上口罩少出門 並做到這樣的防疫原則 另外陳時中就提醒民眾 有接觸時或是有症狀 才需要去採檢 才能夠把醫療資源 做到最適當的使用 另外我們再來關心到 昨天這一期死亡的案例 就是萬華六旬的染疫婦人 好應該是前天拿日前確診 但是沒有收治住院 事後被發現在家中死亡 那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昨天就盤點了醫療量能 強調目前量能是充足的 會持續擴增 但是就要求地方政府 一旦發現確診者就要第一時間 也就是六個小時內就要安置在檢疫所或是醫療院所 以免在安置的空窗期再度發生意外 另外我們來看到這一波本土疫情來勢洶洶 那五天內病例就破千了 抬到公衛這個流行病以及御醫所的教授陳秀熙 他就依據萬華感染的情境來推過說 其實萬華這個區域的熱點基礎再生數 也就是R0值高達5.5 也就是說一個人可以傳染給5.5個人 那這是直逼封閉的環境的鑽石公主號的R0值5.7 所以傳染力是相當的驚人 那如果是以流行病的模式來推算 未來一個多星期 每天都會有超過百例的機會 仍然是相當的高 那可能就在在5月底的時候達到高峰 而且持續到6月中旬以後 那中央院的生醫所兼任這個研究員 何美香他是建議政府應該要增加檢驗的量能 目前通報量以及檢驗量是有落差的 所以無法反映疫情的實況以及防疫的成效 他就表示確診的病例數是重要的觀察指標 但是檢驗能量遇到了瓶頸 每天檢驗出來的陽性數目失真 那失真的數據就無法反映出防疫的成效 可能會導致錯誤的升級 另外我們要來關心 現在有好幾所醫院都淪陷了 有報院內感染的一個情況 那指揮中心統計下來 全台已經有至少8間的醫院出現確診個案 其中亞東醫院高雄的人會醫院以及北市的某協議 透析中心是院內感染 那情況是比較嚴重一些 亞東醫院已經累積有14例的確診 那另外台大醫院台北榮總台北聯醫的松德院區 都是非醫護人員確診感染 北醫副醫三總松山分院則是由醫護人員染疫 那新北市長侯友宜就表示會全力的提供醫護人員配備在第一線打仗 新北市的衛生局長也表示亞東醫院呢 一開始就是照CDC的SOP擴大採檢 所以疫情還算是在掌控的範圍當中 並且就提醒所有的醫院務必要提高警覺 那另外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是表示院內感染是一定會發生的 那重點是不要像當年SARS一樣 在院內蔓延到亂七八糟 能否控制住才是重點 另外一個焦點我們要來關心 現在全台升了三級警戒那法令規定上市 貴公司呢這個股東會要在六月底前要召開喔 那現在就面對台積電啊中鋼等的公司股東人數 動輒上百萬喔 那這股東會可能會變成一個大規模的群聚感染 因此現在有許多名的立委 紛紛建議應該要延後股東會召開的期限 那今晚會的主委主委呢黃天木他是表示 會在兩個禮拜內做出決定 那根據了解目前經濟部和藍綠立委並沒有反對 那在疫情指揮中心的同意之下 股東會召開的期限是渴望全面延後 最後我們來關注到現在全台因為疫情停課 那包含在台的陸生陸委會資料就顯示 109學年度一共是有6036名在台陸生 他們不能上課也不能返鄉 那大多就是只能待在宿舍裡面 那海集會就表示 已經和各校的陸生輔導人員成立了聯繫群組 要來協助他們陸生或許是資深來台 但是絕對不會是資深在台 陸委會則表示如果陸生有任何的需求 都可以聯絡海集會陸委會或是教育部 那政府相關的機關都會積極來協助 以上就是這集的讀報提供給大家 選擇一張好床不僅可以解決睡眠問題 更可藉由智能設計改善中高齡族群的 居家環境安全 挑選好床的小訣竅能以全視角隨心調整角度 貼合身體曲線讓上下床起身更輕鬆容易 也能在睡前做伸展倒立等有助於 協議循環及疏松筋骨的作用 並且有語音控制及震動按摩的功能 更能全方位照顧身心健康 也可以在溫馨五月送給媽媽哦 好 我們先感謝萬鈞的斗內哦 好 萬鈞是說呢 小湯圓早安辛苦啦 明天要開始小湯圓生日的猜猜樂了嗎 因為明天開始就是進入我們雙子座囉 然後呢 他說應該是22號進入吧 好 PS 蔡英文政權開始倒數三年了 希望最慢三年之後中天可以重回52台 好 這個真的是我們大家所希望的 好 我們來看看還有誰哦 這個是劉秀梅 還有盧莉英 朱秉謙也來了 還有這個是Ocean Tropical 我也看到你了 邱啟奇 陳素梅 我也看到你了 還有這個是劉家福 然後呢 剛剛又有一個斗內是不是 就是夏拳 好 夏拳設計的斗內哦 好 非常的感謝你 然後再來看看還有誰 小姐黃 王金科 我都看到你們了 還有Master Yoda 傑西林 倫林 True Bear Filla 好 歡迎大家陸陸續續地加入我們 那接下來我們要持續來看到 全台疫情現在正式進入了第三級警戒 都要繃緊神經 那高雄市雖然下令要關閉所有的娛樂場所 但是三明區卻有一間卡拉OK 它是偷偷營業的一個狀況 警方稽查之後就發現老闆娘 在場服務兩名的客人 而且兩人都沒有戴口罩 警方以相關的規定進行裁罰 這也是高雄市首起案例 全台疫情進入了第三級的警戒 高雄市也下令關閉娛樂場所 不過警方在19號晚間6點40分左右 進行監察時 發現莊建露一家卡拉OK店扮演著鐵門 店內的燈光卻是相當的明亮 警方進到店內之後 發現這桌上都擺滿了韭菜 而老闆娘正在跟兩名客人把酒言歡 更誇張的是老闆娘跟其中名客人 都沒有戴上口罩 看到警方一來才趕緊戴上 但是為11萬 警方依規定開罰 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戴口罩的部分 會有3000到15000的一個罰則 那這一家違規營業 會有6萬到30萬的一個罰則 好的可以聽到警方最新的說法 不過這名曾姓的老闆娘卻變稱 知道疫情期間不能營業 但是是為了要修理冷凍設備 才會開門 而兩位民眾則是他的朋友 不是客人 儘管言辭是相當的無奈 但是警方還是不予彩性 依照相關的規定處理 這也是高雄市首起的開罰案例 目前金發局已經派遣人員 到該處進行斷水斷電 好 另外我們來看到 桃園市呢 昨天新增的確診15個人都是本土 那年齡就是在10歲以下到70多歲之間 那其中昨天確診的案2344 她是在金沙酒店上班的20多歲小姐 她的足跡是遍布了北桃園 那她在她工作的金沙酒店 也出動了消毒車要來進行消毒 那案2344她研判 接觸了苗栗的首例案2011被匡列確診 那市府下午公布了染疫的足跡 匡列了雙親居家隔離之後再擴大 匡列了酒客還有同事等等 一共是30多人 那疫調進行中染疫的人數 仍然是有增加的可能 另外鏡頭轉到彰化 警方是抓到了一名越南籍的女子 她是私下接客 但是她發燒到37.7度 好險篩檢的結果是呈現陰性 那中南部的警方也擔心 上百名這個萬華阿公店的小姐 為了生計會轉戰到中南部來接客 恐怕就會變成南北串聯傳播 變成了疫情破口 地毯市搜查了八大場所 那終於是抓到了27名的女陪室 陸續安排篩檢 警方組成客情小組 強勢稽查南部八大場所 十幾名員警來到酒店 清查酒店小姐以及公關 因為萬華淪為疫情災區 如今又傳出上百名外籍女陪室 轉戰中南部接客 一龍魚鳳跟街上拉客 還沒有絕機 大家來救救萬華 不能讓他傳到中南部 擔心他們成為防疫破口 警方連小吃點KTV也不放過 地毯市搜索 終於在19號中午全數抓到 27名女陪室進行篩檢 裡面彰化競銷全副武裝 救護車上也加裝隔離防護罩 因為一名越南籍女子被發現私下接客 出現發燒症狀 這名36歲茶花女長相亮麗 163公分身材腳好 她說自己三月在屏東專情隊 接著到台中租屋 近期才跑到彰化接客 最後被警方抓個正招人 卻發燒37.7度 嫖客和遠景高度緊張 懷疑女子來自萬華有染疫風險 有彰性的嫖客有在內消費 還好最後篩檢結果呈現陰性 讓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 不過南投地區警方依然不敢馬虎 車也清查神色場所有無營業 這些車輪都不得 中南部家派警力搜查 就怕台北萬華阿公店小姐女陪侍 為了生計轉戰中南部小吃店 形成南北串聯傳播鏈 憂心成為防疫破口 記者綜合報導 骨質疏鬆是可怕的隱形殺手 許多人拼命吃鈣補鈣 效果卻有限 骨科醫師指出 關鍵在於活化造骨細胞 才能啟動骨骼的生長 身體才會吸收得到鈣質和膠質 歐洲藥理學期刊發表報告指出 漢方蛇床指數具有明顯增加 造骨細胞活性及促進骨膠原的功能 改善硬骨流失和軟骨磨損 中間電視提醒您 選擇好的補骨保健食品 才能有效預防骨骼問題 以上資訊由鼓力部贊助播出 好 我們再來看看有誰喔 這個是荒野狼還有陳旭銘 路過的球球我也看到你囉 還有玉米然後中壢黃藝術也來了 他說當初彰化要篩檢 逆時鐘就不肯如今 就變成這樣的後果囉 還有看到麥可利也來了 病嫂們問來的觀眾朋友也來了 飄過咖啡廠的龍泊 看到你了達斯維達好 恭喜你準時上車 還看到小姐黃 我們要感謝小姐黃的斗內 在發送愛心給我們 非常的感謝你 還有歐陽成也看到你了 這個是什麼宜蘭張土包子 還有呢這個是臨終天 我也看到你了 好 歡迎大家陸陸續續加入我們 那接下來好消息要來告訴大家囉 41萬多劑的這個AZ疫苗 在昨天是抵達了台灣 另外衛生福利部的食品藥物管理署 也證實莫德納藥廠也同步 送來了200劑的檢驗試劑 讓台灣來預作封肩檢驗準備 食藥署就表示 檢驗封肩的速度會加快 標準時間是40天 但是這一次會力拼 兩週內就完成 那其實台灣是向莫德納藥廠 下單採購505萬劑的疫苗 那原定計畫是5月底要來台 現在已經寄出了測試品 就代表莫德納疫苗 很快就會運抵台灣 另外來關心到這個是 中藥清官一號 被證實是對新冠肺炎輕症狀的 患者治療有效 沒有想到就引發了民眾 到中藥行瘋狂的掃貨 那一個晚上就狂銷了上千包 但是現在中醫師就提醒大家 每個人體質其實都不一樣 沒有生病的話 假使你體質比較須有 恐怕你吃了 反而會降低你的免疫力 會增加你的染疫風險 沒有病反而吃到有病 中藥航店員忙著分裝 因為從前一天晚上開始 訂貨電話已經接不完 這要看看 一千多份短短一個晚上就被買光光 還有這位大姐一口氣訂了20多份 根據清冠一號公佈的藥單抓藥 包括板藍根 桑葉 薄荷等等 十位藥材 有喝有保佑就怕染疫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家裡是幾個人要喝嗎 哇 很多 不是來代替你說他 你吃的這個就是免疫 沒有這個功能 他只是說你喝這個之後 他可以阻結 那個雞蛋板的結合 中藥新冠一號能針對 新冠肺炎輕症有效的消息傳出 不少民眾拿著藥單要到中藥行來抓藥 但中醫師吳明珠說 這種舉動小心傷身 如果說有些病人 他本身就是體味不好 體味不得弱 吃一吃可能比免疫力低的話 也可能就容易被什麼 被感染 因為免疫力降低 新冠一號對於輕症者有效 但假使沒病就別吃藥 就算出現了症狀必須先砍醫生 按照處方簽來拿藥 胡亂投醫 小心沒病吃到有病 解論面臨的病目彭新 原聽報導 防疫呆在家想東想西 容易造成心理壓力過大 以及免疫力降低 那解的星球小秘方 讓你在家防疫不慌張 這邊就是有一個 自我ending的技巧 小技巧要提供給大家 我們要吸收的是正確的知識 正確的一些訊息 然後還要懂得接納自己的情緒 然後另外你還可以 比如說找到自己的興趣 有人可能喜歡看小說 有人可能喜歡看書 有人喜歡看Netflix 那盡量看吧 那麼接下來就是建立自己的 社會支持系統 比如說你跟朋友還是可以用 Line聯繫 還是可以用WhatsApp聯繫 還是可以聯繫 對 所以其實如果你有任何的 不舒服心裡的一些 你覺得有點緊張 那麼就打電話給你的知心好一點 那接下來一個安定的小技巧 就是安靜能 希望 那我們這個是我們簡單 整理出來的一個小口號 安就是把自己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讓你覺得心底可以放鬆 有安全感 靜呢當然就是讓自己心情穩定 吃風驕 或者是如果你喜歡 配一點點的小零食 當然有歡迎 可以吃Javita果乾 還有能 能是什麼 提升自我效能感 找回控制感 系 當然就是剛才也講了 你可以聯繫你的社交圈 對 你們可以用這個 不管是同學軟體啦 還是用視訊的方式保持聯繫 WOW 當然是什麼 用正向的方式來看待這個疫情 為了協助全民抗疫 我們在內湖的中天電視大樓 左側的警衛亭 設置了旺旺水神抗軍疫的 公益加水站 一路到6月15號 週一到週五 早上9點到下午6點 是開放民眾免費提取 請記得要自備不透光的容器 那除了內湖中天電視大樓之外 還有南港的中式大樓 宜蘭食品旺旺有聯總公司 以及分公司 一共26個公益加水站 都會提供免費的旺旺水神抗軍疫 旺旺水神有效環保不刺激 做好個人的防疫 保護自己就是保護家人 水神提醒您 病毒從口入 就從今天起 當您看到吃的 噴水神的好習慣 水神是食品級的乾洗手 噴到食物也沒有關係 水神就是安全有效環保 水神就是微酸性電解的次氯酸水 以一般不同安全物刺激 可噴手可漱口 中天唯一指定地商購物平台 正式上天啦 商網搜索快點購 或是掃描這邊的QR控 各類優質商品 陸續推出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們 精選商品快點購 雲的支持將幫助中天購定 中間市為 不漏街 選擇好物也不要錯過 快點快點GO 5月2日到5月30日 中天快點GO開電競 多重消費優惠 還有機會抽主播 大家早安 我們時間來到 早上6點19分 又到我們的氣象時間 今天就是5月20號星期四 目前台北市外頭雲層量 是比較偏多一些 但是今天降雨機率 只有20% 今天的水氣是明顯的減少了 目前外頭已經有26.1度 我們先透過衛星雲圖 來關心一下今天的天氣狀況 其實今天全台各地 又是回到比較高溫炎熱這樣的天氣 所以基本上整個西半部地區 今天高溫都還是會來到 33到35度左右 那東半部地區31到33度 但是要提醒大家 像是大台北盆地區 還有花東縱谷這邊 到了中午的時候 都是有機會上看36度左右的高溫 我們就透過高溫資訊圖 來提醒大家了 今天全台灣色彩繽紛 但是並不是一件好事 就代表今天真的會滿熱的 先看到紅色燈號的部分 就是南投 台南跟高雄 已經連續好幾天 在中午的時候 近山區都是來到了38度 今天也一樣 橙色燈號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中南部的縣市 以及花蓮 今天都是有機會 右上看36度 甚至不排除花東地區 這邊有可能會來到38度 另外黃色燈號的 就包含了整個北部地區 還有苗栗台中 其實都是在黃色燈號的範圍當中 那就是說今天也都是有機會 在中午的時候會上看36度 所以大家外出防曬一定要做好 另外我們再來看到紫外線的預報圖 今天基本上全台紫外線都是過量的等級 另外在宜蘭這邊是危險等級 所以要提醒大家這樣子過量等級 就等於你在戶外活動個20分鐘左右 就會開始有中暑的現象了 所以大家要記得外出的時候 也一定要記得多補充水分 接著我們來看到定量降水預報圖 關心一下今天基本上降雨範圍是縮小了 而且水氣跟昨天比起來已經明顯的減少了 那今天基本上東半部地區 還是會陸陸續續下著一些零星的短暫震雨 另外中午過後的時候 今天的午後震雨基本上是集中在宜蘭 還有我們的山區都還是有機會下一些雷震雨 但是到了晚上的時候基本上全台的水氣都是趨緩下來了 基本上正下東半部地區 宜蘭跟花蓮這邊還是會稍微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接著看到天氣走勢圖來關心一下未來的天氣變化 那今天一路到下禮拜一的時候 基本上各地都是比較高溫炎熱 又回到這種很悶熱的天氣形態 那基本上只有東半部地區會稍微下一些零星的短暫震雨 但是中午過後呢 其實北部還有西半部的山區都是有機會下午後雷震雨 另外要提醒今天跟明天台東是有焚風的現象 所以東半部地區的觀眾朋友也是要多加留意 另外再看到下禮拜二到下禮拜三的時候 有一道封面要接近了 所以在封面的影響之下 我們的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又會開始下起雨來了 那尤其北部跟宜蘭會有一些短暫震雨 甚至是短暫的雷雨 那另外東半部地區也會稍微的下起雨來 所以要提醒大家到了下禮拜的時候 北部跟東半部水氣又會明顯的增加 最後關鍵字我們要來提醒大家 今天紫外線都是來到了過量等級 所以如果有外出防曬的工作一定要做好 那另外今天基本上只有花東地區 會稍微下一些零星的震雨 但是午後的時候宜蘭還有我們的山區呢 都要注意有可能又下起了午後雷震雨 以上就這節氣場資訊 讓您出門上班穿衣服有參考 不管怎麼樣你都是我的女兒 不管發生什麼事都是 如果以後遇到什麼事你再回來 投靠媽就好 所以還能幸福的時候 就幸福地過日子 媽 我愛你 媽 對不起 媽 謝謝你 中天娛樂台 5月19日晚間7點 世上最漂亮的女兒 聲音 傳遞人與人之間的溫度 當聲音在同個頻率交流時 也正是朋友心意被串起時 不論你是誰 不論你在哪裡 歡迎來聽我的聲音 因為我是你的好朋友 九一至九五 晚間九點 好朋友 準時上線 好 我們要先來感謝阿冰的斗妞 這是在我播氣象之前 突然飄出來的 他是說小湯園早安 至尊早安 中天的好朋友們早安 他後面誇胡最愛小湯圓 好 非常感謝阿冰的斗妞 那我們再來看看有誰 美瑜看到你了 唯一的唯一 黃金 舞客 還有這是黃美琴 李孟帆 我也看到你了 陳寅泰 還有呢 這個是馬維拉 小屁孩也來了 Mandy Lynn也來了 他說好感人的告白 然後這個是誰呢 林婉二張 劉瑞榮 陳薇 陳薇我也看到你了 好 Amy也看到你了 還有David 6895 Wilson Lee 好 歡迎你們加入我們 那接下來回到新聞現場 我們要持續來關注 國內的醫院龍頭 台大醫院現在有一名 公務室的員工採檢陽性 同單位一共有10個人確診 那台大是強調 並不是院內感染 全院快篩檢測 那據傳是有台大的醫護 快篩結果呈陽性 不過也強調可能就是偽陽性 還需要以PCR來做第二次的確診 院內也進行了辦公區的環境裁檢 那有三處的檢驗出了病毒 台大醫院就宣布要停止 所有常規的手術 那新病人入院 以及進行門診降載 並且要進行全院普篩 國內醫院龍頭台大醫院宣告淪陷 因為有一名公務室同仁確診 這名公務室同仁5月18號發燒 當日裁檢陽性 同辦公室36人裁檢完病 並進行隔離 目前共10人陽性 其中有人有萬華足跡 仍在疫調當中 證明台大員工辦公室在地下三樓 平時負責修繕業務 除了辦公室外 往前匡列7天 調查其他曾有足跡的院區 目前環境採檢有三處發現病毒 第一個是醫療單位 就在醫療單位直接就普篩了 那如果是行政單位 我們會設計特殊的地方來普篩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希望在48小時內 能夠篩檢完成 台大也決議48小時內 對全院8000多名醫護員工進行普篩 從19號早上一直篩到晚上 發現有台大醫護快篩結果呈陽性 不過也強調可能是假陽性 還需要以PCR做第二次確認 台大醫院從19號開始 停止所有常規手術新病人入院 進行門診降載 非緊急之病人延期就診 會擔心被傳染 被感染 你從機場那邊就要完全嚴格控管 你讓它流進來你怎麼樣都沒用 隨著本土病例大爆發 台大醫院表示現階段的應變措施 勢必會衝擊醫療量能 但面對這波感染恐怕也無可奈何 記者綜合報的 另外來看到台北醫學大學的附設醫院 也傳出了有四位護理師確診 院方在昨天晚間發布了新聞稿 那有接獲通知 因為院內員工聚會同行有人 居住在萬華的家人確診 隨即就主動通報並且接受採檢 那目前一共是四名的護理師確診 但是並非院內感染 那是匡列第一圈的接觸者 病患一共72人 那緊急以PCR篩檢並且隔離 至於外界傳聞有四名的護理師 他們在採檢出爐前 還進了開刀房的說法 被醫也澄清 單純就是一場誤會 請大家多多放心 另外我們也來看到 中華郵政日前有一名員工染疫 19號又新增了一名內勤的員工 確診新冠肺炎 他的四名接觸者當中 有一人他快篩陰性 那有內部的員工就爆料 公司高層仍然是要求 郵局的員工照常上班 不過對此中華郵政是否認 那另外台鐵台北車站 也傳出有一名外包公司的 清潔工確診 根據了解這一名清潔人員 他有去過萬華地區 接著連續兩天都來上班 如今傳出了確診消息 旅客們都是膽戰心驚 本土疫情延燒到中華郵政 日前傳出一名確診個案 如今風暴越滾越大 19號再增一名內勤員工確診 和第一例一樣 曾出席5月10號的表揚大會 結束後同行四人一起去萬華 吃宵夜續攤 5月18號確診 不過他是在郵件處理中心工作 跟民眾接觸風險較低 和第二位確診員工一起吃宵夜的四人 採檢結果出爐 兩人陰性 一人快篩陽性 目前被隔離 等待PCR結果 疑似是台北郵局 快接收發股外勤員工 平時開貨車載運郵件 一類機輛確診 一快篩陽性 有接觸員工爆料 公司高層要求大家繼續上班 但對此中華郵政否認 除了郵局台鐵也傳出一名台北車站 外包清潔人員確診 根據了解 他在5月13號 曾到萬華地區 5月14號跟15號都正常上班 15號上午做完快篩後返家 18號確診新冠肺炎 嚇死他我不知道 會啊 全部的人都在這裡啊 大眾運輸當然會擔心 案例太多我們都會怕 雖然目前台鐵運量 從50萬人次降到20萬人次 但就怕造成社區威脅 台鐵緊急消毒 加強實煉制 兩度停電惹一的台電也傳出確診 根據了解 這名員工在板橋營業處 常走動於7樓9樓之間 指揮中心匡列20人居家隔離 有內部員工透露 台電至今未踩分流上班 國營事業接連傳出確診 內部員工人心惶惶 只盼這場染疫風波 別再持續擴大 既然是徐陽翔 於台北採訪報導 好 我們先感謝阿斌的斗內 他說呢 他因為工作忙 沒有辦法一一打招呼 我請各位就原諒啦 他說各位早安 還有這個是Ju Chung Ho 是這樣唸嗎 他也是傳了一個 很可愛的愛心的貼圖 這個很可愛 我喜歡 好 非常感謝你的斗內 然後Sharon Chu是說 中天人要多保重 好 希望我們 不管是國內外的觀眾朋友 也都是要多多的留意 因為現在疫情還沒有停歇 最近就有很多外國的朋友 也都有傳訊息給我 來關心我們台灣的疫情 所以非常感謝大家的關心 還看到這是百合 好 白鹿 然後呢 還有這個是麗娟 user user 林月美 我也看到你了 黃傑克 阿醜哥 然後呢 還有九哥 好 尤雲 還有快著令 風無音 江碧珠 碧珠早安 我也看到你了 歡迎你們加入 接下來來關心一下 我們的水晴 那昨天呢 大旱逢甘嶺南投地區 下午就下起了冰雹 那雨淡轟炸多個地區 民眾就趕緊拿出手機 要拍下來 不過對比之下 其實北部的桃園和新竹 水晴卻是持續的高級 如果到月底雨下的還不夠多 那麼新竹從6月1號起 就要實施公武廷兒的措施 民眾聽到這個消息 也都趕快搶購水桶 天空作美大汗冯甘嶺 南投日月潭下午 竟下起了冰雹 民眾趕緊拿出手機 搶拍這期待已久的片刻 不止冰雹 南投熱隊的旺盛 午後下起雷震雨 雨淡狂炸 魚翅 鹿谷 竹山等地區 日月潭的累積雨量 甚至一度高達14.5毫米 民眾期望能順利解決 這缺水困境 不過對比南投 北部新竹的水晴 就相對吃盡 民眾一聽聞 可能要陷水 乾淨搶購水桶 新竹地區水情告急 至5月底前 如果水庫的集水區 累積降雨量低於100毫米 6月開始 將從減量供水的塵燈 調整為分區供水紅燈 而台積電竹客廠 也將從21日開始 逐步增加水車載水次數 以因應限水措施 至於石門水庫水為見底 桃園地區自21日起 將水晴燈號調整為塵燈 減量供水 也將同步進行調度 備援和節稅等三方措施 記者和孟倩昭配 新竹桃園總和報導 而最近大家都很想問 今天會輪到誰停電呢 大家都很希望不是自己 那台電供電不穩 全民都很擔憂 但是有人發現 馬政府時就曾經有神預言 2021會分區停電 那馬英九更是爆料 交接的時候 他有提醒過 蔡英文總統廢核會缺電 但是蔡英文不以為意 那馬英九就炮轟 這個是裝睡的人叫不行 五天兩度全台大停電 下一次何時停 輪到哪一組全民嚇到風 在野黨做電影海報梗圖 凤翠是誰搞的電 根本驚嚇強黨驚悚騙 更有網友哭受阻徒 早上被股市下 中午被疫情下 晚上還要被台電下 直呼日子難過 想跳河居然還沒誰 台電的看板上都是綠燈 實際上根本就是騙人的 理由說 我們太陽能沒有太陽 那你就不該列在 你的可以備轉的這個電量嘛 民進黨從頭到尾就是在這鬼扯 馬英九第一報當初就有人精準預測 2021年大停電 2016年政權交接前 馬英九還曾跟蔡英文說 台灣綠電不可能 2025年就取代核電 當時小英還反嗆 民進黨能源專家世界一流 才沒這問題 如今卻是五年三次停給你看 爛軍痛批根本是裝睡的人叫不醒 確定了這次緊急恢復供電的真相是 並連核三廠靠核能發電 核三廠才可以去稅修完成 現在急著要去發電 請教一下反核人士 你們為什麼都不講話呢 這個根是歪的 是錯的 是動搖的 所以今天不要再死鴨子嘴硬了 如果民進黨政府還不面對現實 來重新的調整 更正他們錯誤的能源政策 我們在酷暑之時 要不斷的跳電 只會變成我們的日常 民進黨最自豪的用愛發電 如今卻整天上演 國家級警報 綠能發不出電 反倒要百姓活在恐慌中 天天問今晚又輪到哪一組 要停電 這程序李逸璇 台北報導 這一集的全球現場 我們要來關心有南韓總統文在寅 他昨天下午已經起程 前往美國 那將在台灣時間22號的凌晨 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談 我們就把時間交給Rui囉 好 這個南韓總統文在寅呢 是在昨天下午2點多 從這個南韓的首爾機場 搭上了專機空軍1號 要前往美國 正式展開他五天的訪美行程 預計會在這個美東時間19號的下午 抵達華府 臨行前呢 他是在機場的貴賓室裡頭 拜會了南韓的黨政高層 也凸顯出這一次訪美的重要性 根據了解 這次文在寅呢 將會分別來會晤 美國的副總統賀錦麗 還有總統拜登 來討論朝鮮半島的議題 談及美韓兩國 關於新冠疫苗的合作 還有支援 另外呢 像是這個三星集團 LG集團 SK集團 還有現代汽車等南韓大廠 在美國投資設廠 生產這個半導體和電池呢 預料也將會成為 這一次峰會的一個主要議題 文在寅在出訪之前是表示 受到了疫情影響呢 其實從去年開始 各國的元首之間 都是透過視訊來通話溝通的 那麼這一次的行程呢 也是疫情爆發以來 他首次出訪 所以充滿期待 他說這一次訪美呢 將會致力於取得良好成果 那麼據了解 這一次文在寅呢 是獲得了美方的邀請前往美國 但是為了因應這個防疫的策略 所以呢 這一次隨行人員的規模 是相較之前 減少了大約有四分之一 而文在寅在就職之後至今呢 是已經有過三次的訪美經驗了 過去第一夫人經證署呢 都有一起出訪 不過這一次 他是決定不隨行 那麼傳出呢 文在寅這趟訪美 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和美方 談這個疫苗互換 南韓媒體掌握消息指出呢 這一次美韓將會簽下五大專屬合約 南韓呢 將會和美國的這個莫德納 還有諾瓦瓦克斯等制藥商 談妥疫苗代工的生產 還有共同研發等等的合作 講到疫苗呢 這個歐盟就準備要放寬 國際的旅遊限制了 除了完成接種歐盟核准疫苗的旅客 將會被允許入境之外呢 另外也會向一些低風險的國家來開放 而至於是哪些國家呢 這個名單預計這個禮拜就會公布 歐盟的執委會呢 是向27個會員國來建議 放寬非必要的旅行限制 一旦實施之後呢 已經接種過歐盟批准疫苗 兩週之後的旅客 將會被允許入境歐盟的國家 各個成員國駐歐盟大使呢 今天開會也已經同意了這項建議 預計在今年夏天呢 接種完疫苗的民眾 就可以前往歐盟的國家來旅遊 此外呢 來自這個低風險國家的公民呢 也可以入境歐盟 有歐盟的官員就表示說呢 這個英國也有可能列入開放名單 其他像是美國啦 以色列也可能會列入 來聽一下今天歐盟執委會怎麼說 先回來關心 因為最近是不斷的升溫 那麼過去呢 我們是在防疫的前段班 在這個本土確診大爆發之後呢 是受到了國際媒體的關注 像是這個彭博新聞就報導說 台灣先前唯一的防線呢 就是邊境管制 但是一旦被突破了 病毒長驅植入台灣人 對防疫成就的自滿 侵蝕滲透了台灣的防線 在報導當中就指出呢 台灣邊境防毒有效 但是在境內呢 幾乎是不設防 病毒篩檢也做得少 沒有監測系統來揪出 無症狀的感染者 疫苗接種率呢 更是低到幾乎為零的程度 各界稱讚台灣防疫有成 更讓這個政府還有民眾自滿 以為疫情呢 只發生在台灣以外的世界 在這個報導當中還提到說呢 防疫破口的關鍵 就在4月15一項不幸的決策 當局是決定要縮短機組人員 隔離為三天 結果這個染疫的機師呢 就把傳染力更強的英國變種病毒 傳播了出去 再經由這個萬華的 茶藝館群組加速傳播 茶藝館的工作人員也好 還有這個顧客也好呢 因為不想暴露自己 和茶藝館有關聯 讓這個疫調配合度都不高 也導致追蹤感染源更加困難 彭博也點出了這個疫情 爆發凸顯台灣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病毒檢測部普及 衛福部是宣稱 普篩可以驗出胃陽性 會浪費醫療資源 這樣的態度呢 其實跟其他國家是不太相同的 那麼彭博也在報導當中提到了 新冠肺炎的確診者當中 有不少的比例呢 是屬於無症狀的患者 相較於2003年的SARS疫情 要控制新冠疫情難度是更高的 要找出無症狀的患者 他們說呢 可以採用這個費水監測 來找出病毒或是定期的採檢 外籍移工與特種行業的工作者 等等的這些高風險的族群 除了美國媒體之外呢 日本NHK也針對台灣疫情 已經做出報導了 NHK指出台灣疫情急速擴大 但截至5月17為止呢 完成接種第一劑疫苗的比例只有0.9% 如何要推進疫苗接種進度呢 成了台灣現在的防疫課題 NHK報導說台灣疫苗接種進度緩慢 目前到貨的疫苗是英國的AZ疫苗 從3月22號開始呢 為醫療人員來優先施打 但是因為呢 國外施打這個AZ疫苗之後 是陸續出現了血栓等副作用 所以部分國家是暫停 來施打這個AZ疫苗 但是當時呢 台灣疫情相對穩定 所以民眾對接種疫苗意願不高 但即使台灣呢 把目前所有疫苗都打完了 也只能讓總人口的1.3% 接種第一劑 能否順利接種疫苗呢 成為防疫課題 日本媒體的報導當中也提到了 台灣採取嚴格的入境管理措施 原本順利控制住疫情 但是呢 導致近期疫情急速擴大的原因之一呢 就是這個航空公司 直飛國際線的機師了 再來看到的是美國 這個疾病防治中心CDC 日前是更新了他們的防疫指引 完全接種疫苗的人呢 可以在室內施外 都可以脫下口罩 不過白宮的防疫專家佛琪是表示呢 有很多的美國人都誤會了 這個新的指引 等於是全面解除口罩令 他要提醒還沒有接種疫苗的人士呢 在公眾場所仍然需要戴上口罩 佛琪說呢 很多美國民眾是誤解了CDC的新指引 以為打完疫苗之後呢 在所有室內場所都不必戴上口罩 但他強調 即使是完成了接種疫苗 當你在搭乘這個大眾交通工具啦 或是前往醫療場所 監獄等等的地方呢 仍然是應該要繼續戴上口罩的 佛琪說呢 CDC的新指引是對完全接種 疫苗者的一個保證 讓他們呢 無論是在室內室外 都能感到安全 他認為呢 可能是人們讀得太快了 或是只把話聽了一半 他們認為呢 這個專家們說 你不再需要戴上口罩 但CDC並不是這樣說的 他也強調呢 黨局目前還沒有明確的表示 未接種疫苗的人呢 能夠脫下口罩 而另外一個在話題人物來看到的是 這個菲律賓的總統杜特蒂 上任之後呢 他是兌現了他的競選承諾 為菲律賓的軍警大幅加薪 2018年開始呢 最低階的菲律賓警察 基本月薪調漲為 29000多批所折合台幣呢 是17000元 比起原本的基本月薪 調漲了有一倍多 2019年開始呢 所有菲律賓的軍警人員 潮心幅度是高達了 72.18% 結果是吸引了大批的 護理人員改行 菲律賓的醫院協會會長 艾莫拉就說了 目前是有9000名的護理師 在菲律賓的國家警署啦 從事非護理工作 而最近菲律賓的疫情呢 比起4月是稍微緩和了一些 但是每天的確診數呢 仍然是高達4000例以上 所以醫護人力呢 持續吃緊 菲律賓的每日詢問報就報導說 這個菲律賓的醫院協會會長 在非國參醫院的聽證會上就表示了 菲律賓目前病例數呢 根本就超出了 醫院人力的負荷 他指出呢 菲律賓有越來越多的 護理人員染疫 在醫院裡頭被隔離了 所以醫院的護理人力呢 也因此大為減少 菲律賓的護理協會會長說 這其實呢 並不是護理師短缺 而是分布的問題 這主要呢 是因為這個薪資福利 也因為政府不夠重視 我們的護理師 他表示呢 非國的軍警人員薪資大幅調漲 也讓醫院的護理人員 大量外流 想知道最到位的國際時事分析 最精準的國際趨勢解讀 請立刻訂閱全球大視野頻道 在中天電視頻道首頁底下呢 有一個頻道精選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全球大視野 請大家立刻點擊進入 訂閱按讚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瀏覽完影片之後呢 也要記得按讚留言 請大家來沖一波訂閱全球大視野 好 我們要先來感謝 好多好多的斗內 一個呢就是我們的Eric 他也開啟了 他的這個斗內列車 是我們新加坡的朋友 然後呢我有發現 你偷偷打了一些字 你才偷偷告白是嗎 他說呢 喜歡一直隱形的導播 後面還有呢 最喜歡美美的製作人姊姊 以及喜歡有趣的攝影大哥 我不知道你是在指哪一位呢 還是每一位你都很喜歡呢 還有喔 這個中間有穿插阿斌的斗內 以及呢Eric後面還說 也喜歡可愛的小湯圓 但是最愛的還是孫媽媽好 孫媽媽應該要表示問號了唷 然後呢 他後面還說孫媽媽加油唷 然後呢 Jan Yulie Jan Yulie我有看到你三次的斗內 也是穿插在中間 那兩次你都是說支持中天 支持中天新聞 還有剛剛這個是疫情嚴峻 物群聚以免病毒擴散 好真的是提醒大家 外出的時候防疫的工作 一定要做好喔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關心 我們現在新冠肺炎 就是持續的升溫當中 但是台灣確實沒有足夠的疫苗可以來使用 台北市議員王欣宜他就指出了北市應該要考慮規劃預算 積極透過雙城論壇的平台來採購由上海復興醫藥公司代理的輝瑞德國原廠疫苗 台北市長柯文哲他並沒有正面的回應 但是他也強調疫苗還是最終的解決辦法 那到現在為止美國沒有賣任何一支疫苗給台灣 另外持續來關注美中之間現在呢就疫苗外交是大打口水戰 美國總統拜登他日前就宣布要分享8000萬劑的疫苗給其他的國家 並且表示在對抗新冠疫情的戰役 美國將會是世界他國的疫苗軍火庫 但是大陸外交部就反批喔 美國根本是超會囤貨 搶購了大約26億劑的疫苗 遠遠超過了自身所需 美國民眾普遍施打疫苗疫情也因此獲得緩解 而美國總統拜登日前宣布要分享8000萬劑的疫苗 給其他國家對抗新冠肺炎疫情 但對此大陸炮轟美國根本狂囤貨 搶購了大約26億劑的疫苗 遠遠超過自身所需 美國已經搶購約26億劑疫苗 佔全球四分之一 遠超自身所需 上億劑疫苗正閒置在美國的倉庫裡 因此當務之急 使這些採購疫苗遠超實際需要的發達國家 立即解除出口限制 加大疫苗供應 盡快彌補發展中國家的疫苗缺口 對拜登日前說新冠疫情結束 需要美國領導 大陸外交部更是反嗆 立場和美國完全不同 大陸不會用疫苗領導世界 更不會喊口號不行動 大陸目標只有一個 就是盡可能幫助發展中的國家 挽救更多生命 美中之間積極在疫苗資源分配戰上 互相攪勁 美中在疫苗外交上互別苗頭 美國積極拉攏東亞盟友 南韓總統文在寅19號將啟程前往美國 預計在美東時間21號和拜登舉行美韓峰會 這場美韓峰會不只文在寅參加 南韓大企業三星SKLG集團 負責疫苗半導體電池等相關高層人員 也將隨行訪美 雙方可能就簽署疫苗互換協議 透過技術轉讓在南韓生產疫苗等方案 廣泛交換意見 文在寅日前也表示 將會把此趟防美型當作是 加強疫苗合作 邁向疫苗成為全球生產枢紐的契機 教室長 綜合報導 好 我們要再感謝Jane Yu Lee又抖內了喔 她說中天新聞最棒 然後呢剛剛漏掉了一個夢陪陪 好夢陪陪 我有看到你的抖內 你這個貼圖應該也是發射愛心的貼圖喔 非常感謝兩位的抖內 那接下來我們持續來關心我們國內的疫情 現在全台升溫 那各地的快篩站只要一開放 通常就是爆滿 那疫情熱區萬華竟然是有一家三口 他們就是夜衝到花蓮來做篩檢 結果都是陰性喔 那另外也有雙北的民眾是前往桃園做篩檢 但是這樣反而會增加傳播的風險 那為了防患未然 新北昨天是增設了三處 台中 彰化 台南等縣市 也都設置了快篩站或是篩檢站 全台已經有11個縣市設置或是規劃啟用 那這提醒民眾要攜帶身份證以及健保卡 好 另外也來關心我們確診個案真的是越來越多 但是現在也傳出了多起的亂象 像是新北市新店呢 有一名男子他確診了兩天 卻還是等不到救護車 那雖然衛福部已經訂定了重症送醫 輕症是居家休養這樣的原則 但是判定重症還是輕症 竟然是由消防隊員來判定 讓專家痛批實在太荒謬 本土疫情大爆炸 確診數直線上升 但確診病患成人 求亂象頻傳 新北市新店50多歲男子確診後 只得到盡速安排就醫的承諾 男子的老母親氣得大罵 等不到救護車 放著兒子在家等死 政府是這樣直接放生確診者的嗎 有民眾指控 許多醫院在病患快篩陽性後 要病人打1922 讓市府疲於奔命 到底誰要負責送醫 其實在送醫採檢後 醫院通報系統分別會讓指揮中心 跟當地衛生局知道 如果個案確診 就由地方衛生局派員送醫 但中央說要推出的加強版集中檢疫所到底給誰住 衛福部訂定重症送醫 輕症居家修養的原則 因此確診民眾第一個求助對象大多都是119 由消防人員判斷誰是重症誰是輕症 也被批評太荒謬 其實目前指揮中心並沒有訂出快篩陽性後的參考指引 不過北市自己有訂定規則 快篩後陽性如果是重症送到專責醫院 無症狀輕症用救護車送到集中檢疫所 檢驗PCR也是同樣的狀況 本土疫情持續升溫 面對越來越多的確診個案 指揮中心措手不及 遲遲等不到病房 確診者的心中恐怕相當煎熬 記者綜合報導 好 我們先感謝一下 這個是連清水的斗內 他說小湯眼主播你好 好 清水我有看到你了 非常感謝你 還看到這什麼棉花糖 台灣安全人民有錢胖刃紅茶拿鐵 好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那接下來我們來關心一下 因為台灣現在本土案例就是不斷的飆升當中 不僅教育部宣布了全國各級的學校停課 那企業還有公家機關也大多都是採居家辦公 導致大眾運輸日運量銳減 那台北捷運這個運量呢 是慘跌了將近七成 公車也掉了五成 那不少通勤族他們就感嘆 1280定期月票派不上用場 那台北捷運公司19號就宣布了 民眾如果因為疫情減少外出 就可以持卡到月台 依據使用的天數比例來退款 而且是以月票最後使用的記錄 來作為退費的依據 另外也要來關心現在全台都是升到了三級警戒 那學生也都是採遠距教學 但是有部分的社會人士 還是需要通勤來上班 那通勤族該如何做好防疫來自保呢 振興醫院感染科的主治醫師岩慕庸 他就分享了從出發上班到回家後的防疫 就包含了污染手以及清潔手這樣的觀念 以及居家污染區的概念 讓病毒不會輕易的找上門 另外岩慕庸他也建議民眾如果上班需要穿工作服 就盡量不要將他穿戴回家 那上班場所至少放三套的工作服可以輪流穿 那可以選擇靜置儲物 或是以次氯酸水以及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來做消毒最安全 另外我們要來看到現在到哪裡 好像都是要實聯制因此行政院就推出了簡訊實聯制 後稱最快只要5秒3步驟 掃描店家或是公務機關提供的QR Code 就不需要再填寫個人的資料 但是記者實際前往松山火車站就發現 民眾現場用起來非常的卡 不是掃不出來就是跳不到下個步驟 奇怪 你點一下螢幕讓他對個焦 民眾拿著手機一臉疑惑 怎麼掃就是掃不出來 另一個民眾等不耐煩要求換他來試試 你不能掃啊 為什麼不能掃 我用這到底不能掃 結果這位民眾同樣掃不出來 不管拉遠拉近都沒有用 再實際測試看看到底可不可以 這幾個人家人沒有反應 行政院公布的三種方法 第一種用手機內建的功能 直接掃QR Code 但根本掃不出來 接著使用第二種方法 打開疾管家開啟掃描功能 試了好幾次 終於跑出網址 但是沒有辦法點選 最後只好用第三種 讓手機沒有照相功能的民眾 可以使用 但是打開簡訊功能 在收件人輸入1922 訊息欄輸入店家代碼之後 發送簡訊 發是發出去了 但沒有回覆 也不知道有沒有成功 五秒鐘之內 應該是會掃得到 簡訊的程式 那只要安送出 那就完成了實聯制的步驟 原本一般美意推出簡訊實聯制 號稱只要五秒鐘 沒有想到上路第一天 實際使用卻不太順利 記者陳軒白王一仲 台北報導 我們的本土疫情也重創了 東港黑尾魚專賣區的買氣 遊客少了八成 連帶宅配也不好 不僅攤商打算歇業 那漁民促進更是艱難 魚賣不出去之後囤積 那價格直直落 鮪魚拍賣價 短短10天內就跌了340.1元 目前每公斤均價297.4元 另外我們來關心我們南部 現在也是淪陷了 那原本零確診個案的台南 現在是確定破蛋了 台南有一對母子 他們是因為兒子曾經到過萬華 再回到台南母子一起確診 這一下到過的屏東福安宮 還有東港的華僑市場 台南的社區等等通通大消毒 那華僑市場還乾脆修飾一天 消毒鬼先拉到廟裡 從神桌到龍柱都狂消毒 屏東車城香火鼎盛的福安宮 不光廟還有台南這處社區 都被證實有確診足跡來過 最慘的是東港華僑市場 直接修飾一天 華僑市場修飾前後 人潮差很大 台灣最南屏東出現確診足跡 案2251是新北67歲富人 搭遊覽車跟建箱團一起到屏東 總共匡列11人 案2182是58歲台北人 跟親友開車到東港 去了華僑市場 原本零確診也零足跡的嘉義市 出現第一起確診個案 15號搭高鐵來 17號被採檢為陽性 送進負壓隔離病房 台南也新增兩名確診個案 案2355住在岩水 兒子就是案2428 從北部回來傳染給媽媽 5月2號跟7號都曾經到萬華 母子足跡總共匡列61人 88歲女性是比較少外出 經採檢其中有一位陽性 是同住的家人 她於5月2號早上6點 當成核心科運 從新營至三重前往萬華區 新增的台南還有嘉義屏東足跡 除了高雄11例 台南嘉義屏東足跡範圍擴大 等於南台灣全部淪陷 台南廣設快篩站 篩檢人數越來越多 畢竟路過每個足跡 都讓人緊張 就怕跟病毒擦肩而過 記者後公文來個章 張春華嘉義屏東綜合報導 好 嘉隆 我有看到你遲到了 但是你有趕上 還有Sabrina Lin 我也看到你了 哈利 綠我 張子芳 張成林 黑輪 還有李先生跟假鴨 Jovie Ho 我也看到你了 公辭陳明亮 好 歡迎大家陸陸續續加入我們 接下來看到全台校園 停課不少的孩子 被送回了中南部長輩家 來照顧北孫南宋有沒有高風險呢 台南市長黃偉哲19號就說 同島一命不能夠歧視北部的同胞 但是也呼籲暫停非必要的移動 那學童的父母就傷痛腦筋 認為孩子沒有人看管 也很難自主學習 那還不如就直接放假玩個夠 最後我們來看到高雄19號 新增了7例 那衛生局公佈了最新的足跡 就包含了美術館豪宅區裡的確診者 還有人會醫院確診的護理師 以及高科大的退休老師 還有一名父親道國萬華 高雄19號新增7例確診 美術館豪宅區移出大樓 官網會貼出公告 大樓內有人確診 美術館豪宅區淪為疫區 公佈最新足跡 豪宅區確診者是案2527 30多歲的女性保險員 7號酒吧喝酒 8號唱歌 9號吃火鍋到新決江逛街 17號到保險公司 衛生局匡列35人 而確診護理師案2357足跡也曝光 14號到武全南路黃昏市場 16號逛了鳳山大潤發 衛生局匡列4人 另外2351是案2150的兒子 父親曾有萬華活動史 兒子16號在前鎮區玩夾夾樂 一共匡列6人也讓公司好困擾 因為他的家人有前往被捕 高科大確診的70多歲退休老師案2356 13號搭高鐵回到左營 逛了自由黃昏市場回到建工校區 離開後搭公車返家 14號吃了燒肉飯用和豆漿 到佳樂福澄清店採買還到過藥局 接觸者匡列41人 當然怕就準備開始要休息了 準備休息了 另外加上253030多歲居服業男性 以及案252950多歲男性 還有23520多歲的女性 高雄19號一共新增7例 也讓疫情範圍再擴大 接著高雄綜合報導 哈囉 大家早安 我們時間來到了早上7點 歡迎持續的鎖定 中天城堡 我是孫盈玲 好 我們來看看有誰加入我們了 Liang Teresa 好 這裡有一個Teresa 然後還有誰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莫名男 他說排隊上第二班車 胖刃 我看到你了 還有這個是香調 不會念你的名字 他說今天不知道會增加多少確診 希望早點結束 但是我們大家都希望這個疫情趕快平息下來 高雅我也看到你了 Ionaton Obiwan Kenobi 也來了 陳靜天 好 這個是趙川玉 還有呢 黃仲玲 So Easy 林金濤也來了 大冰熊 好 大冰熊看到你了 路過的高麗菜 好 歡迎大家陸陸續續的加入我們 你們的留言跑得真的是非常的快速 好 那接下來新聞的頭條 我們就要先來關注到 現在全台是正式進入了三級警戒了 那今天就是蔡英文總統連任就職一週年 但是我們的疫情卻是大爆發 全台進入三級警戒 那本土的病例 昨天是新增了三級警戒 新增了267例 疫情持續向我們南部的縣市擴散開來 台南就是破零了 首度出現兩例的確診 那由於全台過半數的縣市都有確診者 那指揮官陳時中昨天是正式宣布 全國的防疫警戒 即日起提升到第三級 標準就是和雙北一致 那實施到5月28號為止 指揮中心也從今天起 每天上午都會舉行全國的防疫會議 本土疫情風暴持續籠罩台灣 19號確診數同樣破200例 甚至比前一天還要多 新增本土267例 包含127名男性 140名女性 境外個案增加8例 有萬華區的活動使得有87例 台北茶藝館的接觸使得有73例 那萬華葡萄酒商的有28例 267例本土個案中 新北市129例最多 其中中和區有26例 台北市新增70人確診 萬華區就有31例 彰化縣28例 桃園市16例 都達到兩位數 其餘縣市也有確診個案 來看看全台分布圖 今年除了嘉義縣 花東地區 屏東縣還有里島 尚未出現本土確診 本島過半數縣市都有疫情 因此指揮中心宣布 全國升到第三級到5月28號 全台各地外出時 全程戴口罩違規開罰 避免室內5人 室外10人群聚 KTV電影院等人群 異聚集場所通通要關門 未來指揮中心 將與地方天天開會 檢視疫情 面對病房數量可能不足 專家小組也放寬解隔離條件 原先PCR大於CT值34 改為只要大於等於CT值30 就能解隔離增加病房數量 我們一般是CT大於28以上 其實就培養不出病毒了 目前的病房的需求會比較多 所以不希望把這樣 其實沒有什麼傳染力的病人 還持續流逝在醫院裡面 本土疫情持續攀升 指揮中心宣布升到三級 全台從現在到5月28號 都得封禁神經 這兩次訊息相約 SNG台北採訪報導 好 水見龜 我有看到你的斗內 好 非常感謝你 他是說早安 所以大家早安 接下來我們來關心一下 我們的疫苗 昨天有41萬劑的AZ疫苗 是抵達我們台灣了 這個是由COVAX分配的 41萬400劑的AZ疫苗 他們是在昨天下午的時候 抵達了桃園機場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就表示預計 一個禮拜內 就可以完成了封肩檢驗 現在就是要優先的 給我們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趕快來施打 另外衛福部的食藥署 昨晚也證實了 莫德納藥廠已經同步 送來了200劑的 檢驗的試驗劑 另外就是希望 可以趕快的送來 會不會就代表 其實莫德納的疫苗 最快5月底的時候 有望抵台 所以他每天送來了200劑 現在就是預估很快 剩下的這505萬劑的疫苗 最快會在5月底的時候 也可以來到我們台灣了 民進黨的前立委林卓水 他昨天其實也在臉書上面表示 大約有72萬劑的AZ疫苗 抵達台灣 但是自己買到的只有11萬 其他都是COVAX平台分配的 他說這樣的採購能力 太令人驚嚇了 縱使全部都接種完畢 其實我們台灣的接種率 也只有3% 這樣的數字 真的是低的恐怖 另外我們要來看到 其實不只台灣要搶疫苗 各國都是 美國就宣布了 6月底前要釋出 8000萬劑的新冠疫苗 英國的金融時報就報導 拜登政府將會優先的 來應對拉美地區 因為他們承受來自大陸的 巨大壓力要求 要與台灣來斷交 宏多拉斯的政府就表示 求助華府無果的話 那宏多拉斯可能 就會為了要取得 中方的疫苗 而外交轉向 另外我們也要來回到 我們繼續關心我們台灣 現在本土的疫情 持續的延燒 蔓延開來 全台真的是人心惶惶 那有大批的民眾 他們都是湧入了 醫學中心的急診 要求要快篩 其中就包含了北部 台大 榮總 振興 三總 四大醫院的急診 快篩人數爆量 醫護人員真的是忙不過來了 那昨天呢 全國的防疫警戒升到了第三級 指揮中心也表示 將在各地染疫的熱點 會設置更多的篩檢站 但是這一步似乎走得太慢了 有不少民眾和專家直呼 早該廣設 確診個案遍地開花 快篩站擠滿排隊人籠 民眾強制要搞清楚自己中招了沒 偏偏篩檢站還不夠 大批民眾直奔各醫學中心急診室 要求快篩 讓醫護人員簡直忙翻 其實讓我們原本的急診人力已經很緊縮 而且每個人壓力也很大 四大醫學中心人山人海 包括台大醫院 台北榮總 振興醫院三種急診快篩 人數爆量 比疫情還沒爆發前增加三到四倍 甚至有民眾半夜到醫院說 發燒流鼻水要求檢驗 讓醫護人員直呼快撐不下去 傳染病學專家早就說要做普篩 但指揮中心就是聽不進去 如今疫情嚴重了 出現大破扣 才宣布確診熱點要廣設篩檢站 讓民眾痛皮慢慢拍 快篩有那麼難嗎 其實不管是香港 韓國或日本 在街邊的藥妝店超市 都可以買到快篩試劑 連德國試劑購買都方便便宜 折合新台幣只要大約100元 再加15分鐘就能完全測試 台灣卻需要指引才能做 最好的時機應該是在我們出現 諾富特事件 以及出現家庭聚集的時候 如果指揮中心從那個時候開始做 應該我們在這個篩查的負擔上面 會比較少一點 一開始不肯普篩 讓病毒慢慢散移到社區中 也造成大批隱藏的新冠患者 在你我身邊爬爬躁 看在專家眼裡只能搖頭探襲 認為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這張妹子黃天耀採訪不懂 全國的疫情升級 那雙北州廣設篩檢站 另外桃園 台中彰化也是跟進紛紛設站 那桃園是預定一口氣就設了30站 那比雙北還要來得多 不過高雄市長陳其邁他是不以為然 他認為篩檢是要看盛行率 應該要是用在像萬華這樣的群聚感染 或是高風險族群上面 而且快篩尾陽性高 那高雄跟北部的情況不同 還不考慮在社區來設篩檢站 另外也要來關心到我們醫院 現在全台有8間的醫院是淪陷了 那這是指揮中心他們統計公布的 至少有8家的醫院出現了確診個案 其中亞東醫院高雄人會醫院 北市某協議透析中心 就是院內感染情況是比較嚴重的 亞東醫院已經累積有14例的確診 那另外台大醫院台北榮總 北市聯醫松德院區是非醫護人員確診 那北醫副醫三總松山分院 則是有醫護人員染疫 另外我們就持續來關心北醫 現在傳出有4位的護理師確診 院方在昨天晚間發布了新聞稿 就是有接獲通知 因為院內員工聚會 那同行有人居住在萬華的家人確診 隨即就主動通報並且接受篩檢 那目前一共是4名的護理師確診感染 但是非院內感染 那匡列第一圈的接觸者病患是一共72人 緊急以PCR篩檢並且隔離 那至於外界傳聞 4名護理師在採檢出爐前 還進開刀房的這個說法 北醫也澄清是一場誤會 請大家放心 持續我們來關心我們國內的醫院龍頭 也就是台大醫院現在有一名公務室的員工 採檢陽性 同單位一共10個人確診 那台大的強調 這個也並不是院內感染 那全院的快篩檢測 據傳有台大的醫護快篩結果呈陽性 不過也強調可能是偽陽性 所以還需要以PCR來做第二次的確認 那院內也進行了辦公區域的環境採檢 那有三處檢出了病毒 那台大醫院就宣布要停止所有的常規手術 那新病人入院以及進行門診降載 並且要進行全院普篩 國內醫院龍頭台大醫院宣告淪陷 因為有一名公務室同仁確診 這名公務室同仁5月18號發燒 當日採檢陽性 同辦公室36人採檢完病並進行隔離 目前共10人陽性 其中有人有萬華足跡 仍在疫調當中 證明台大員工辦公室在地下三樓 平時負責修繕業務 除了辦公室外 往前匡列七天調查 其他曾有足跡的院區 目前環境採檢有三處發現病毒 第一個是醫療單位 就在醫療單位直接就普篩了 那如果是行政單位 我們會設計特殊的地方來普篩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希望在48小時內能夠篩檢完成 台大也決議48小時內 對全院8000多名醫護員工進行普篩 從19號早上一直篩到晚上 發現有台大醫護快篩結果呈陽性 不過也強調可能是假陽性 還需要以PCR做第二次確認 台大醫院從19號開始 停止所有常規手術 新病人入院 進行門診降載 非緊急之病人延期就診 會擔心被傳染 被感染 你從機場那邊 就要完全嚴格控管 你讓它流進來 你怎麼樣都沒用 隨著本土病例大爆發 台大醫院表示 現階段的應變措施 勢必會衝擊醫療量能 但面對這波感染 恐怕也無可奈何 記者 綜號報的 好 我們要先來感謝抖內 一個是路過的高麗菜 他說小台人早安 也祝大家都是健康平安 然後呢 另外還有兩位 Jane Uly又再度的抖內 他說美麗的小湯圓 別忘記吃早餐了喔 我已經吃飽了 謝謝你的關心 還有劉忠玉 他說越看拜登 越像是奸商真的很差勁 然後呢 他說中天加油台灣平安 記得坐計程車要戴口罩 好 因為我們的忠玉 是這個計程車司機嘛 還有說謝謝水神 他每天都會消毒三次喔 好 我們非常感謝 以上三位的抖內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 持續的關注我們台灣的疫情 全國正式進入了三級警戒 那桃園市昨天新增確診15個人 都是本土喔 那年齡就是借在10歲以下 到70多歲之間 那其中昨天確診的案2344 她是在金沙酒店上班的20多歲小姐 足跡是遍布了北桃園 而她工作的金沙酒店 也出動了消毒車進行消毒 案2344研判 她接觸了苗栗的首例案2011 被匡列確診 那市府下午也公布了染疫足跡 匡列了雙親居家隔離 之後會再擴大匡列酒客 還有同事等等 一共是30多人 那疫調進行當中 染疫的人數仍然是有增加的可能性 另外我們要來看到 台北萬華的查譯館 引爆了這一波的疫情 現在都說萬華是很毒的 但是全台有多個縣市 就是演進8大行業 但是依舊有業者 他們是鋭而走險 像是台中的警方就查獲了 有按摩店他們照樣接客 四女 三男 集在房間內都沒有戴口罩 另外在西屯區有一家SPA業者 他們也是抓包了 有小姐穿著男友風的襯衫 在幫男客人按摩 但是這個行為 已經違反了 傳染病防治法 最高是可以開罰30萬元 天門一拉開 SPA館內燈火通明 冷氣開很強 警察都上門了 男子還硬扯 沒有營業 你跟你老婆是店長嗎 不是 你職位是 職位是 就是幹部而已 他逼重就輕 遠景入內 果然抓到證據 有兩名小姐 正在幫男客人按摩 甚至穿著男友風襯衫 乍看以為沒穿褲子 疫情都這麼嚴重了 但台中系團這間SPA館 拉下鐵門響眼人耳目 鐵門雖未開啟 並貼上有 防疫期間停止營業公告 但店內能有燈光 及冷氣預轉之情勢 台中明令嚴禁八大行業 理性負責人 已經違反傳染病防治法 最高可罰30萬 業者賺不到錢 挺而走險的還有這間 口罩拿一拿 我們先去一樓好不好 遠景指導按摩店 狹窄的房間擠進四女三男 小姐穿露肚妝 熱褲 沒保持社交距離 也沒戴口罩 還有這間按摩店更誇張 門口跑馬燈 全程佩戴口罩服務 說是不用擔心 卻引發民眾恐慌 還是會擔心 個人是覺得蠻不應該的 暫停營業會比較好 我們也歡迎市民朋友檢舉 如果有發現這種情形 一定要告訴我們 我們會強烈取締 市長帶頭歡迎民眾檢舉 希望業者不要心存僥倖 避免成為萬華 查議館第二 記者韓志信李雲傑 台中報導 另外日前新北市 就出現了全台首例的 原警染疫 警戒是高層非常的擔憂 疫情持續的延燒 這個恐怕不會是最後一例 目前警察大多公示 勤務都已經暫緩了 是以手代工 台北市從15號到今天 已經有五天都沒有進行 酒冊 警政署長陳嘉欽 他就強調 警察共體時間 要以最少的人力服刑 避免染疫的風險 也要全力來協助疫調 不讓治安以及社會安全 出現破口 另外我們來關心 現在全台校園 都是停課 那有不少的孩子 就被送回了 中南部的長輩家來照顧 那北孫南宋 有沒有高風險呢 台南市長黃偉哲 他19號的時候就說了 同島已命歲 不能夠歧視北部的同胞 但是他也是呼籲 要停止這種非必要的移動 那現在學童的父母 他們也傷透腦筋 認為孩子在家 也沒有人管 也很難自主學習 那還不如就直接放假玩個夠 但是我們再來看到 怎麼會有女童 是被單獨留在家裡呢 這是萬華有一對母女 母親因為染疫被帶走住院 但是沒有想到 也確診的9歲女童 她竟然是一個人 被留在家中 超過了10個小時 母親當然很崩潰 到處求救 那專家就大罵 這個簡直是太離譜了 根本是違法 那台北市政府就說 未來會請社會單位協助 避免上演這種離譜的驚魂劑 謝謝 謝謝 就是這名確診的9歲女童 一個人被留在家中 超過10個小時 媽媽隔親人染疫住院被帶走 小女童竟然就被留在家中 媽媽崩潰四處求救 媽媽已經求助了一天 很驚慌 然後講話五人次的 然後也是在那邊過去 警方找到小女童時 她正背著小包包說出門找媽媽 女童母親是在15號確診入院後 將小孩拖給姐姐 沒想到姐姐18號發病到醫院插管 也被帶走 市府推說因為小孩想跟媽媽同住 但當時無法安排同間醫院 造成把小女孩獨留家中10小時的結果 違反兒童那個保護法 那個怎麼可以把一個 這個9歲的小孩留在一個人留在家裡 兩個在一起都沒有關係 他們已經在一起那麼久 兩個都病了嘛 做什麼事情你知道 權責不明 但一定要補位的精神 那不行我們就是每個行政區的社會福利中心 做最後的社會救濟網的保護 誇張的把9歲小孩獨留家中釀金魂 北市府緊急捕破網未來如果是確診者 家中有未成年子女身心障礙者或失能長者 社會局都將介入接手照顧 有者綜合報導 好小套原又瞄到了一個斗內 這個是蘇琴 他說入境不普篩有防疫旅館的員工 警訊不理會造成了現在的窘況 要確診者在家還很幽默地說 醫療量能充足 所以大家現在是不是都看破了指揮中心的手法呢 另外我們持續來關注全台就是升級了三級警戒 那外出就等於強制佩戴口罩 一定要戴上口罩 那因為現在英國的變異病毒株傳染力 是以前的兩倍 那高雄市最新的調查 過去病毒的R0值只有2到3 也就是一個人傳染給3個人 但是現在病毒的R0值已經高達了5.5 一個人就能傳染給5.5個人 這是逼近了去年鑽石公主號事件的5.7 傳染力是又快又強 接觸的地方都會消毒 高鐵站人員拿著抹布 在乘客最容易摸到的售票機消毒 停車場則是噴藥大清消 本土疫情不見趨緩 因為病毒傳染力已經比以前更強 原來是傳給兩個人 現在是一個人傳染給5.5個人 高雄市府最新調查 過去病毒R0值大約2到3 等於一個人可以傳染給3個人 但現在傳染力快2倍 去年2月爆發的鑽石公主號 傳上群聚感染 病毒R0值高達5.7 現在最新病毒R0值高達5.5 直逼室內傳染力 讓高雄市府防疫超嚴格 餐廳用餐務必沒花做 民眾倒垃圾強制戴口罩 如果各位可以在90% 這樣的一個執行的情況之下 那麼我們一定有信心 在6月中旬以前度過這個難關 同樣是密閉空間 屏東東流線交通船 每出海一套座位大清消 更要大砍船班 樓口邊的7個班次 減低為3個班次 出門戴口罩安全距離 已經是最基本措施 否則超強英國病異株病毒 一個人就能傳給5.5個人 只能全民繃緊神經 努力熬過這兩倍的傳染風險 只有高雄屏東 綜合報導 現代人餐餐外食健康拉緊報 如何選擇保健品 調節膽固醇和血脂 名人推薦紅麒麟蝦油 含Omega3DHA EPA蝦紅素 葡萄籽萃取維生素E等 經由台北醫學大學12週的人體實用研究 在8週內有效調節膽固醇和血脂 中間電視提醒您身體健康才是人生原動力 以上資訊由富方358紅池林蝦油 贊助播出 大家早安時間來到早上7點20分 又到我們的氣象時間 那目前台北市外頭雲層量還是稍微偏多一些 但是今天水氣是明顯的減少咯 我們先看到今天的日期 今天就是5月20號星期四 那目前台北市外頭26.1度左右 降雨機率是20% 那我們就先透過衛星雲圖 來關心一下今天的天氣變化 今天基本上就是回到這種高溫炎熱 比較悶熱的天氣形態 所以水氣也是減少了 那今天整個西半部地區 高溫大概就是在33到35度左右 另外東半部地區一樣可以來到31到33度 但是我們要提醒像是台北盆地 還有花東縱谷這邊到了中午的時候 這個高溫是有機會上看36度的 我們就透過高溫資訊圖要來提醒大家 今天其實基本上全台灣都是會來到36度以上 所以我們看到紅色燈號的部分 南投台南高雄都會上看38度 另外橙色燈號的部分 依舊是中南部的縣市以及花蓮 那今天也都有機會來到36度 那另外黃色燈號的部分 就包含北部還有苗栗 台中宜蘭以及台東 也都是有機會在中午的時候上看36度 所以要提醒大家 如果今天是出門上班的話 防曬的工作一樣要做好 另外我們透過紫外線的預報圖 要來提醒大家 今天基本上全台各地都是達到了過量等級 那基本上還看到了宜蘭是來到了危險等級 所以就等於在戶外大概活動個15到20分鐘左右 就會開始有中暑的現象 所以我們要提醒外出的觀眾朋友 一樣要記得多補充水分 另外我們來看到叮噹降水預報圖 關心一下今天的降雨範圍 其實很明顯的縮小了 而且水氣也沒有昨天來的那麼多 那今天基本上一整天下來 東半部地區會陸陸續續 稍微下一些零星的短暫鎮雨 那另外就是中午過後的時候 今天宜蘭地區還有我們的山區的部分 都是有機會再度的下雷陣雨 所以還是要提醒宜蘭以及山區的觀眾朋友 要多加留意 那到了晚上的時候 基本上降雨都趨緩下來 只剩下宜蘭還有花蓮地區 還會稍微有一點點的零星短暫鎮雨 接著看到天氣走勢圖 關心一下這禮拜的天氣變化 那從今天一路到下禮拜一 基本上就是高溫炎熱這樣的天氣 那只有東半部地區 看起來是會稍微的 下一些零星的陣雨 但是午後的時候 北部還有西半部的山區也要特別注意 還是有機會下午後雷陣雨的 另外今天跟明天 台東也要注意會有焚風的現象 所以高溫是有可能來到38度以上 那到了下禮拜二 下禮拜三的時候 因為受到封面的影響 所以北部地區降雨又會變多一些 那北部跟宜蘭 都會有短暫的雷陣雨 東半部地區也會稍微 會下一些局部的短暫陣雨 那另外就是午後的時候 依舊還是會有局部短暫陣雨 在我們山區的部分 所以下禮拜看起來 北部跟東半部地區水氣是會增加的 最後關鍵字我們要來提醒大家 今天紫外線都是過量等級 所以一定要注意防曬 另外呢今天大部分就只有花東地區 會稍微下一些零星的短暫陣雨 還有午後的時候 就是宜蘭還有西半部的山區 要特別注意又會下起雷陣雨 以上就這節氣象資訊提供給您 好 雖然今天呢 這個降雨看起來沒有昨天那麼多 但是昨天真的是大旱逢甘陵 南投地區 昨天下午就下起了冰雹 那這個雨淡轟炸了多個地區 民眾是趕緊拿出手機 要趕快拍攝下來 不過對比之下 北部的桃園和新竹的水晴 卻是持續的告急 如果到月底這個雨下的 還不夠多的話 那新竹將會從6月1號開始 要實施公五停二的措施 那民眾聽到這個消息 也趕快搶購水桶 天宮作美大汗馮甘陵 南投日月潭下午近下起了冰雹 民眾趕緊拿出手機 搶拍這期待已久的片刻 不只冰雹 南投熱隊的旺盛 午後下起雷震雨 雨淡狂炸 魚翅 鹿谷 珠山等地區 日月潭的累積雨量 甚至一度高達14.5毫米 民眾期望能順利解決這缺水困境 不過對比南投北部新竹的水晴 就相對吃盡 民眾一聽聞 可能要限水乾淨搶購水桶 新竹地區水晴告急 至5月底前 如果水庫的集水區累積降雨量低於100毫米 6月開始將從減量供水的塵燈 調整為分區供水紅燈 而台積電竹客廠也將從21日開始 逐步增加水車賽水次數以因應限水措施 至於石門水庫水為間底 桃園地區自21日起 將水晴燈號調整為塵燈減量供水 也將同步進行調度 備員和節稅等三方措施 記者和孟倩兆配於新竹桃園總和報導 好 另外大家外出的時候要記得什麼 一個 戴上你們的口罩 還有呢 把我們的旺旺水神拿出來使用 為了協助全民抗疫 我們在內湖中天電視大樓 左側的警衛亭 設置了旺旺水神抗軍疫的公益加水站 即日起到6月15號 禮拜一到禮拜五 早上9點到下午6點 是開放民眾免費來提取 那請記得要自備不透光的容器 除了內湖中天電視大樓之外 還有南港的中式大樓 宜蘭食品旺旺有聯總公司 以及分公司 一共26個公益加水站 都會提供免費的旺旺水神抗軍疫 旺旺水神有效環保不刺激 做好個人的防疫 保護自己就是保護家人 水神提醒您病毒從口入 當您看到吃的請立刻噴水神 水神是食品級的乾洗手 噴到食物也沒有關係 水神就是安全有效環保 水神就是微酸性便解的次律酸水 以一般不同 安全無刺激可噴手可漱口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立安 在劇中飾演的是藤木仁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杜善淳 我在劇中飾演的是肖立成 好痛 看如何從友情到愛情的一些變化 記得訂閱中天娛樂頻道 好 我們要先感謝 Jan Yu Lee的斗內 她是說要斗內給我們的陳寶製作人 辛苦了 斗內請拿喝杯咖啡休息一下 還有倉鼠鼠的斗內 她說中天寶寶真可愛 然後呢 我也看到這是誰 Sam Chu 我有看到你了 Pan Pan Son 還有呂呂呂 這個是英瑞福 大意了沒有閃 Alpha Mail 我也看到你了 路過的Lear One高紅人 四十百在眼前 還有這個是台鐵百人展 好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提醒大家到了7點59分59秒的時候 要記得轉到我們的中天新聞頻道 因為轉過去呢 才可以將您的觀看 直接轉成點閱書 對我們的營收才會有實質的幫助 那今天會是由鱸魚要來陪伴大家 所以希望呢 可以跟著鱸魚一起衝進發燒榜 好 另外我們還是要持續關注我們 國內的疫情 現在真的是要繃緊神經了 但是高雄市雖然是下令要關閉娛樂場所 但是山明區卻還是有一間卡拉OK店 它是偷偷的營業 那警方機查之後 竟然發現老闆娘在場服務兩名客人 其中兩個人都沒有戴上口罩 那警方已經依相關的規定 來進行裁罰 也是高雄市首起案例 全台疫情進入了第三級的警戒 高雄市也下令關閉娛樂場所 不過警方在19號晚間6點40分左右 進行機查時 發現莊建露一家卡拉OK店 扮演著鐵門 店內的燈光卻是相當的明亮 警方進到店內之後 發現這桌上都擺滿了韭菜 而老闆娘正在跟兩名客人 把酒言歡 更誇張的是老闆娘跟其中名客人 都沒有戴上口罩 看到警方一來才趕緊戴上 但是為11萬 警方依規定開罰 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戴口罩的部分 會有3000到15000的一個罰則 那這一家違規營業 會有6萬到30萬的一個罰則 好的可以聽到警方最新的說法 不過這名曾姓的老闆娘卻變稱 知道疫情期間不能營業 但是是為了要修理冷凍設備 才會開門 而兩位民眾則是他的朋友 不是客人 儘管言辭是相當的無奈 但是警方還是不予採信 依照相關的規定處理 這也是高雄市首起的開罰案例 目前金發局已經派遣人員 到該處進行斷水斷電 好另外我們要看到 難道我們審計部現在也淪陷了嗎 審計部的副審記長就表示 其實部裡面有兩位的司機同仁 現在是確診了 其中一名司機 他是因為曾經有萬華的活動史 他是主動篩檢 呈現陽性 那進一步就對曾經 和這名機師同仁 有接觸過的所有人 來進行快篩 就發現另一位同間辦公室的同仁 也是陽性 那兩個人已經隔離了 並且就是向審計部來通報 那由於這名司機 他是屬於輕症狀的 所以是以居家隔離為主 那台北市的衛生局 以及審計部 也會密切與他聯繫 另外鏡頭轉到彰化 現在確診累計已經來到了49例 那這個源頭就是來自於賣葡萄的富人家族 大兒子被傳染之後 他又到了燒烤店用餐 結果傳染給了一家三口 年紀最小的是一歲的男童 另外包含葡萄媽媽的歌唱班成員 他們又分別傳染給了三個家人 讓彰化的葡萄病毒鏈 現在是越演越烈 彰化葡萄傳染鏈又加六人 普新這一間燒烤店 關上大門 生意不做了 因為賣葡萄夫人的大兒子 五月十後來用餐 又傳染給同店一家三口 年紀最小的是一歲男童 另外歌唱班成員 又分別傳給三個家人 讓彰化累積案例高達49人 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地點 五天之後家人發燒 其中染疫的里長夫妻活動量大 到處辦活動深入鄉裡 又是唱歌又是打麻將 短短幾天之內活動足跡 遍及九個鄉鎮 染疫熱區消毒再消毒 還有美法店家屬投訴 女兒幫染疫的保險員洗頭 對方竟然隱匿自己 與葡萄媽媽曾經同桌吃飯 也因此染疫 保險員還到處推銷防疫保單 如今確診格外諷刺 彰化葡萄病毒傳播鏈 越傳越多繼續延燒 借中部綜合報導 好 我們先感謝Darren887X的斗內 他說財力有限 心意不變520 好 我們非常感謝Darren的斗內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的是高雄 高雄在昨天是新增了7例 那衛生局也公布了最新的足跡 包含了美術館豪宅區的確診者 還有人會醫院確診的護理師 以及高科大的退休老師 還有一名是因為父親到過萬華 而確診的科技廠員工 所以一口氣新增了7個人 讓高雄的疫情再擴大 高雄19號新增7例確診 美術館豪宅區移出大樓 廣網會貼出公告 大樓內有人確診 美術館豪宅區淪圍疫區 公布最新足跡 豪宅區確診者是案2527 30多歲的女性保險員 7號酒吧喝酒 8號唱歌 9號吃火鍋到新絕江逛街 17號到保險公司 衛生局匡列35人 而確診護理師案2357足跡也曝光 14號到武全南路黃昏市場 16號逛了鳳山大潤發 衛生局匡列4人 另外2351是案2150的兒子 父親曾有萬華活動史 兒子16號在前鎮區玩夾夾樂 一共匡列6人 也讓公司好困擾 因為他的家人有千萬被捕 高科大確診的70多歲退休老師 案2356 13號搭高鐵回到左營 逛了自由黃昏市場 回到建工校區 離開後搭公車返家 14號吃了燒肉飯 永和豆漿到江樂福澄清店 採買還到過藥局 接觸者匡列41人 當然怕就準備開始要休息了 準備休息了 另外加上253030多歲居服業男性 以及案252950多歲男性 還有23520多歲的女性 高雄19號一共新增輕力 也讓疫情範圍再擴大 接著高雄綜合報導 好 今天要聊什麼呢 我們一起來看 今天要先來聊這個 這是一個什麼畫面呢 因為我們現在全國 其實各級的學校 19號到28號 都是停止到校上課 但是有一名網友 他就抱怨家裡的小孩 停課第一天就闖下了大禍 好 原來呢 這個家裡的小孩 他是趁著媽媽外出上班 結果把媽媽 平常會使用的保養品 大肆地就這樣塗抹在 自己的玩具警車上面 接下來再撒上了什麼 先未朝手來洗車 好 這個也讓圓潞氣得大喊 希望你媽媽回來之後 不會打爆你 但是不少網友就表示 圓潞恐怕也是難逃一劫 因為就紛紛回應 爸爸肯定是在玩手機 媽媽回來一定會非常的火大 另外我們要來看到 現在防疫升到第三級 教育部就宣布了 都是停課的情況 所以許多學生 他們就是採線上教學的方式 中原大學有一名的教授 他就在直播平台上面上經濟學 原本應到的學生 大概是54個人 但是沒有想到 線上授課竟然有萬人 都在線上觀看 所以吸引了到了上萬人 連教授自己都感到非常的意外 也忍不住嘴角上揚 畫面曝光之後 也讓網友都笑說 大讚台灣人真好學 另外我們再來看到 現在大家瘋搶各種3C產品了 因為就是要線上教學 很多上班族也必須要居家辦公 因此就需要去買個筆電 這樣相關的設備 這幾天 3C賣場還有網路商城 都出現了筆電的搶購潮 網路商城的筆電銷售量 飆漲了2.5倍 麥克風更是翻倍漲價 三線又平板場前 一早就聚集了打平民眾 不管排多久 為了電腦都願意等 全那疫情遲時爆發 各級學校停課不停學 改才線上教學 另外上班族必須居家辦公 也都需要3C設備 也造成民眾搶購筆電 和平板電腦來備戰 線上教學 所以需要用到 筆電比較好用 是要買一個四處攝影機 用筆電 視訊鏡頭搶搶搶搶買買買 突如其來的停課 和居家辦公政策 高得大家人仰麻煩 家中硬體設備不足 只好趕緊前來補貨 校有沒有提供你們 什麼平板有沒有 沒有 一台是學校發的路 有的學校會發筆記型電腦 有的則沒有 造成瘋搶3C亂像 而實體賣場表示 這幾天確實有搶購清新 導致銷售量保增長 兩三天的銷量 比平常的銷量 大概有成長到一到兩倍 而線上賣場的銷量 也是好的狹狹叫 指名雙城的電腦螢幕 擔任業績就飆漲7倍 而筆電則是飆漲2.5倍 印表機的銷量也爆漲10倍 連麥克風也是翻倍漲漲漲 異形大爆走全台停班停課 造成民眾瘋搶線上教學辦公 等電腦設備 也意外帶動筆電的熱賣潮 記者豬電腦 陳時念周佩玉 金龍台北總和報導 我們先來感謝斗內 這個是Hongchia 曹 他說台灣的鄉親們 政府是靠不住的 現在能做的就是 自己保護自己 隨時消毒 少出門活動 這個是長期的抗戰 並不只是一兩個禮拜 所以他說希望大家 就是好好地靠自己來防疫 那也祝福大家 另外飄過的Joe Chen 你這個斗內真的是 讓我大笑了 他說雖然昨天 日本的國民老婆 新元結衣結婚了 但是還好我們中天的 國民主播小湯圓還在 中天加油 好Joe Chen 我知道你今天是遲到 溜進教室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現在防疫待在家裡 常常就是會想東想西 容易造成心理的壓力過大 以及免疫力降低 姐的星球 小秘方要分享給大家 讓你在家裡防疫不慌張 這邊就是有一個 自我ending的技巧 小技巧要提供給大家 我們要吸收的是 正確的知識 正確的一些訊息 然後還要懂得 接納自己的情緒 然後另外你還可以 比如說找到自己的興趣 有人可能喜歡看小說 有人可能喜歡看書 有人喜歡看Netflix 那盡量看吧 那麼接下來就是 建立自己的社會支持系統 比如說 你跟朋友還是可以用LINE聯繫 還是可以用WhatsApp聯繫 還是可以用WhatsApp聯繫 聯繫再去 對 所以其實如果你有任何的 不舒服 心裡的一些 你覺得有點緊張 那麼就打電話給你的知心好一點 那接下來一個安定的小技巧 就是安靜能希望 那我們這個是我們簡單整理出來的一個小口號 安就是把自己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讓你覺得心裡可以放鬆 有安全感 靜呢當然就是讓自己心情穩定 吃封膠 或者是如果你喜歡 配一點點的小零食 當然有歡迎 可以吃Japita果乾 還有能 能是什麼提升自我效能感 找回控制感 細當然就是剛才也講了 你可以聯繫你的社交圈 對 你們可以用這個 不管是同學軟體啦 還是用視訊的方式保持聯繫 當然是什麼 用正向的方式來看待這個疫情 我是蕭敬騰 我來了 5月23日期 每週日晚間8點 全新一季歌手當打之年 中間唯一指定P商購物平台正式上行啦 商網搜索快點Go 或是掃描這邊的QR2 各類優質商品陸續推出 支持中間的好朋友們 精選商品快點Go 你的支持將幫助中間存定 中間新聞 不漏街 生活好物也不要錯過 快點快點Go 5月2日到5月30日 中間快點Go開電競 多重消費優惠 還有機會抽主播珍藏好物喔 這個南韓總統文在寅 是在昨天下午2點多 從這個南韓的首爾機場 搭上了專機空軍1號要前往美國 正式展開他無天的訪美行程 預計會在這個美東時間 19號的下午抵達華府 臨行前呢 他是在機場的貴賓室裡頭 拜會了南韓的黨政高層 也凸顯出這一次訪美的重要性 根據了解這次文在寅呢 將會分別來會晤 美國的副總統賀錦麗 還有總統拜登 來討論朝鮮半島的議題 談及美韓兩國 關於新冠疫苗的合作還有支援 另外呢 像是這個三星集團 LG集團 SK集團 還有現代汽車等南韓大廠 在美國投資設廠 生產這個半島體和電池呢 預料也將會成為 這一次峰會的一個主要議題 文在寅在出訪之前是表示 受到了疫情影響呢 其實從去年開始 各國的元首之間 都是透過視訊來通話溝通的 那麼這一次的行程呢 也是疫情爆發以來 他首次出訪 所以充滿期待 他說這一次訪美呢 將會致力於取得良好成果 那麼據了解 這一次文在寅呢 是獲得了美方的邀請前往美國 但是為了因應這個防疫的策略 所以呢 這一次隨行人員的規模 是相較之前 減少了大約有四分之一 而文在寅在就職之後至今呢 是已經有過三次的訪美經驗了 過去第一夫人金證署呢 都有一起出訪 不過這一次他是決定不隨行 那麼傳出呢 文在寅這趟訪美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和美方談這個疫苗互換 南韓媒體掌握消息指出呢 這一次美韓將會簽下五大專屬合約 南韓呢 將會和美國的這個莫德納 還有諾瓦瓦克斯等製藥商 談妥疫苗代工的生產 還有共同研發等等的合作 講到疫苗呢 這個歐盟就準備要放寬 國際的旅遊限制了 除了完成接種歐盟核准疫苗的旅客 將會被允許入境之外呢 另外也會向一些低風險的國家來開放 而至於是哪些國家呢 這個名單預計這個禮拜就會公佈 歐盟的執委會呢 是向27個會員國來建議 放寬非必要的旅行限制 一旦實施之後呢 已經接種過歐盟批准疫苗 兩週之後的旅客 將會被允許入境歐盟的國家 各個成員國駐歐盟大使呢 今天開會也已經同意了這項建議 預計在今年夏天呢 接種完疫苗的民眾 就可以前往歐盟的國家來旅遊 此外呢來自這個低風險國家的公民呢 也可以入境歐盟 有歐盟的官員就表示說呢 這個英國也有可能列入開放名單 其他像是美國啦 以色列也可能會列入 來聽一下今天歐盟執委會怎麼說 先回來關心一下台灣疫情喔 因為最近是不斷的升溫 那麼過去呢 我們是在防疫的前段班 在這個本土確診大爆發之後呢 是受到了國際媒體的關注 像是這個彭博新聞就報導說 台灣先前唯一的防線呢 就是邊境管制 但是一旦被突破了 病毒長驅植入台灣人 對防疫成就的自滿 侵蝕滲透了台灣的防線 在報導當中就指出呢 台灣邊境防毒有效 但是在境內呢幾乎是不設防 病毒篩檢也做得少 沒有監測系統來揪出 無症狀的感染者 疫苗接種率呢 更是低到幾乎為零的程度 各界稱讚台灣防疫有成 更讓這個政府還有民眾自滿 以為疫情呢 只發生在台灣以外的世界 在這個報導當中還提到說呢 防疫破口的關鍵 就在4月15一項不幸的決策 當局是決定要縮短機組人員 隔離為三天 結果這個染疫的機師呢 就把傳染力更強的英國變種病毒 傳播了出去 再經由這個萬華的茶藝館群組 加速傳播 茶藝館的工作人員也好 還有這個顧客也好呢 因為不想曝露自己和茶藝館有關聯 讓這個疫調配合度都不高 也導致追蹤感染源更加困難 彭博也點出了這個疫情爆發 凸顯台灣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病毒檢測不普及 衛福部是宣稱呢 普篩可以驗出胃陽性 會浪費醫療資源 這樣的態度呢 其實跟其他國家是不太相同的 那麼彭博也在報導當中提到了 新冠肺炎的確診者當中 有不少的比例呢 是屬於無症狀的患者 相較於2003年的SARS疫情呢 要控制新冠疫情難度是更高的 要找出無症狀的患者 他們說呢可以採用這個 廢水監測來找出病毒 或是定期的採檢外籍移工 與特種行業的工作者等等的 這些高風險的族群 除了美國媒體之外呢 日本NHK也針對台灣疫情做出報導了 NHK指出呢台灣疫情急速擴大 但截至5月17為止呢 完成接種第一劑疫苗的比例只有0.9% 如何要推進疫苗接種進度呢 成了台灣現在的防疫課題 NHK報導說呢台灣疫苗接種進度緩慢 目前到貨的疫苗呢 是英國的AZ疫苗 從3月22號開始呢 為醫療人員來優先施打 但是因為呢 國外施打這個AZ疫苗之後 是陸續出現了血栓等副作用 所以部分國家是暫停 來施打這個AZ疫苗 但是當時呢 台灣疫情相對穩定 所以民眾對接種疫苗意願不高 但即使台灣呢 把目前所有疫苗都打完了 也只能讓總人口的1.3% 接種第一劑 能否順利接種疫苗呢 成為防疫課題 日本媒體的報導當中也提到了 台灣採取嚴格的入境管理措施 原本順利控制住疫情 但是呢導致近期疫情急速擴大的原因之一呢 就是這個航空公司直飛國際線的機師了 再來看到的是美國這個疾病防治中心CDC 日前是更新了他們的防疫指引 完全接種疫苗的人呢 可以在室內施外都可以脫下口罩 不過白宮的防疫專家佛琦是表示呢 有很多的美國人都誤會了這個新的指引 等於是全面解除口罩令 他要提醒還沒有接種疫苗的人士呢 在公眾場所仍然需要戴上口罩 佛琦說呢 很多美國民眾是誤解了CDC的新指引 以為打完疫苗之後呢 在所有室內場所都不必戴上口罩 但他強調即使是完成了接種疫苗 當你在搭乘這個大眾交通工具啦 或是前往醫療場所 監獄等等的地方呢 仍然是應該要繼續戴上口罩的 佛琦說呢CDC的新指引是對完全 接種疫苗者的一個保證 讓他們呢 無論是在室內室外都能感到安全 他認為呢 可能是人們讀得太快了 或是只把話聽了一半 他們認為呢 這個專家們說 你不再需要戴上口罩 但CDC並不是這樣說的 他也強調呢 黨局目前還沒有明確的表示 未接種疫苗的人呢 能夠脫下口罩 而另外一個在話題人物來看到的是 菲律賓的總統杜特地上任之後呢 他是兌現了他的競選承諾 為菲律賓的軍警大幅加薪 2018年開始呢 最低階的菲律賓警察 基本月薪調漲為 29000多批所折合台幣呢 是17000元 比起原本的基本月薪調漲了 有一倍多 2019年開始呢 所有菲律賓的軍警人員 調薪幅度是高達了72.18% 結果是吸引了大批的護理人員改行 菲律賓的醫院協會會長艾莫拉就說了 目前是有9000名的護理師 在菲律賓的國家警署啦 從事非護理工作 而最近菲律賓的疫情呢 比起4月是稍微緩和了一些 但是每天的確診數呢 仍然是高達4000例以上 所以醫護人力呢 持續吃緊 菲律賓的每日詢問報就報導說 這個菲律賓的醫院協會會長 在非國參醫院的聽證會上就表示了 菲律賓目前病例數呢 根本就超出了醫院人力的負荷 他指出呢 菲律賓有越來越多的護理人員染疫 在醫院裡頭被隔離了 所以醫院的護理人力呢 也因此大為減少 菲律賓的護理協會會長說 這其實呢 並不是護理師短缺 而是分布的問題 這主要呢 是因為這個薪資福利 也因為政府不夠重視我們的護理師 他表示呢 非國的軍警人員薪資大幅調漲 也讓醫院的護理人員大量外流 想知道最到位的國際時事分析 最精準的國際趨勢解讀 請立刻訂閱全球大視野頻道 在中天電視頻道首頁底下呢 有一個頻道精選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全球大視野 請大家立刻點擊進入訂閱按讚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瀏覽完影片之後呢 也要記得按讚留言 請大家來沖一波訂閱全球大視野 聲音傳遞人與人之間的溫度 當聲音在同個頻率交流時 也正是朋友心意被串起時 不論你是誰 不論你在哪裡 歡迎來聽我的聲音 因為我是你的好朋友 九一七週五晚間九點 好朋友 準時上線 孩子們 你們都想媽媽嗎 三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兄妹 加上兩個愛扮嘴的老爸 混搭成一個奇妙又溫暖的五口之家 爹 每天都給你打電話 我不是 有一天面對分離 還能是一家人嗎 他們做政策指令 你沒有必要跟我說 你是鄰居 小哥是竟然在我們家 我們本來就不是一家人 中天娛樂台 周一至中午晚間十點 以家人之名 好 我們先感謝剛剛的抖內列車老師 阿斌以及路過的Lear1 而且路過的Lear1 還有抖內一節車廂是要給我們的若宜 好 非常感謝兩位 接下來這一節的主播日常 要來分享小小湯圓 第一次去荷蘭 那也是八歲的時候 那荷蘭的三寶就是 玉京香 木雞鞋還有風車 所以我們來分享一下 木雞鞋基本上就是以前他們 因為這個荷蘭是比較低窪的一個國家 所以木雞鞋它就是可以有抗潮濕 還有保暖這樣的功效 所以以前的時候農夫他們會穿 但是現在基本上已經沒有人穿了 它主要就是賣給觀光客斗 所以他們也衍生出來了各樣的商品 像是小湯圓就有一雙很小很小很小的木雞 就是一個裝飾品 還有就是一個存錢筒 所以就是來分享給大家 如果之後前往荷蘭的話 記得一定要去看荷蘭的三寶 就是風車 玉京香還有木雞鞋 好 那接下來回到新聞現場 我們要持續的來關心 萬華這名六巡的染疫婦人 也就是暗疫五兒 他日前確診之後沒有收治住院 結果事後被發現他在家中死亡 那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昨天就盤點了醫療量能 強調目前量能是充足的 會持續擴增下去 但是要求地方政府一旦發現確診者 就要在第一時間也就是六個小時內 安置檢疫所或是醫療院所 以免在安置空窗期發生任何的意外 另外我們持續來關心 萬華確診老父他出現了發燒症狀 已經一個禮拜 但是竟然是等不到病床 最後是孤獨病死家中 那再也當著痛批 這個就是病床不夠不是嗎 那陳時中謊言被戳破了 應該要立刻下台負責 而台北市規劃這種無症狀 或是輕症狀的人直接入住檢疫所 那醫療量能出現了缺口 市長柯文哲也對退休的醫護 發出了徵集令 只是喊話希望他們回來 因為國家需要你 來到防疫的前線作戰 警方破門而入 確診的老婦人已經一命嗚呼 這枚案1522早在10號就已經發燒 14號採檢16號才確診 足足病了7天竟然無法住院 沒等到救護車來 確診隔天就倒握家中暴斃 這樣的一個悲劇絕對不要再發生了 為什麼在台灣會發生這種 明明就確診了 卻沒有送醫醫治 然後讓他一個人孤獨死在家中 這一定要追究責任 而且重點是 要把這個漏洞補起來 幫老婦做篩檢的台安醫院 傳出曾經拒絕婦人住院 都在那邊騙 趕快換一個指揮官 確定沒有拒絕的狀況 病人是屬於篩檢 並沒有其他的就是 需要我剛提到符合住院的一個狀況 台北市檢討處理過程確實有延誤 但未來快篩陽性輕症者 不必入院會立刻安排到大型旅館 或檢疫所 怕醫療人力不夠科批還號召全國退休已故 確診者等不到醫生沒人理睬下死在家中 雙北三級防疫不到一個禮拜 醫療量能就出現破口確診亂象 讓人看得心痛 這綜合報導 好 現在我們台灣確診個案 真的是越來越多 但是也傳出了多起的亂象 像是新北市新店有一名男子 確診兩天 但是等不到救護車 他的老母親就痛罵政府 現在是直接放生確診者嗎 雖然衛福部有訂定了重症送醫 輕症居家修養這樣的原則 但是判定重症還是輕症 竟然是消防隊員 也讓專家痛批這個實在是太荒謬 本土疫情大爆炸 確診數直線上升 但確診病患成人求亂象頻傳 新北市新店50多歲男子 確診後只得到儘速安排就醫的承諾 男子的老母親氣得大罵 等不到救護車 放著兒子在家等死 政府是這樣直接放生 確診者的嗎 有民眾指控 許多醫院在病患快篩陽性後 要病人打1922 讓市府疲於奔命 到底誰要負責送醫 其實在送醫採檢後 醫院通報系統分別會讓指揮中心 跟當地衛生局知道 如果個案確診 就由地方衛生局派員送醫 所以這裡面在量能調整上 運算的過程當中 難免在時間的銜接 有一點點落差 但中央說要推出的加強版集中檢疫所 到底給誰住 衛福部訂定重症送醫 輕症居家修養的原則 因此確診民眾第一個求助對象 大多都是119 由消防人員判斷 誰是重症 誰是輕症 也被批評太荒謬 其實目前指揮中心 並沒有訂出快篩陽性後的參考指引 不過北市自己有訂定規則 快篩後陽性如果是重症 送到專責醫院 無症狀輕症用救護車送到集中檢疫所 檢驗PCR也是同樣的狀況 本土疫情持續升溫 面對越來越多的確診個案 指揮中心措手不及 遲遲等不到病房 確診者的心中恐怕相當煎熬 記者綜合報導 提醒大家到了7點59分59秒的時候 記得要轉到我們的子頻中天新聞頻道 等一下會來探討我們的疫苗的新聞消息 所以大家要記得轉到我們的子頻去 最後我們來看到指揮中心防疫政策 被外界強烈的質疑 就連醫界也是批評聲浪 台藝醫院的心臟外科醫師 他就痛批整個防疫作為令人遺憾 其實這整個事件的過程中 讓我們感覺到非常非常的遺憾 因為全世界給了我們一年半的時間 來做準備 結果真正的敵人來了 開始進攻了 全部失守 包括政府單位失守 包括人民失守 因為完全都失策了 完全都不知道怎麼要去進行 非常非常的遺憾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現在大家對這個 卓越生這位老太太 我覺得非常難過 但是他真正的問題 是出在什麼地方 現在是搞不清楚 你到底是要做快篩 還是要做PCR 因為有些醫院是直接做PCR 有些地方是做快篩 當你做PCR的時候 數據很快就出來 很快出來的時候 你怎麼可以放到那種旅館 防疫旅館裡面去 那很可怕 因為現在 確診 他說確診者可以去防疫旅館 陳時東講的 因為快篩 現在準確率可以達到95% 看你用哪一家 因為我們現在搞不清楚 你到底有哪些家 在叫快篩計 誰在賣 從哪裡來的 有沒有經過什麼檢驗 我們都不知道 只知道說 好像有個快篩在什麼地方 但是他們都宣稱是有療效的 99%是準確的 99%是準確的話 你還要安排到防疫旅館去 跟一大堆沒有生病的人 就住在一起的話 對 那是多可怕的一些 這完全是失去政策了 完全失去政策了 OK 好 但是如果是這家急診室 這家急診室 做的是PCR的話 那很抱歉 你真的得等 要不然你就乖乖坐在急診室外面 等六個小時 他數據會出來 所以這個老太太 據我了解是 他是做PCR 對 所以我們任他來說 你先回家 報告出來 我馬上跟你聯絡 他根本連等都來不及等 就直接走了 結果他在等的時候 我們有人去通知他 說你有問題 趕快聯絡 因為這時候 就不是叫他回來原來的醫院 反而是趕快打電話到 中央議席指揮中心 或是打到市政府衛生局 跟他講說我中標了 請問我現在要被安排到 哪一家醫院 這時候中江說 對不起請你找台北市衛生局 衛生局一接起來說 對不起 我現在已經有幾百個人要處理了 請你等一下 你有沒有很急 你等等 就等下去了 等到往生了 對 所以遺憾就是在說 平常就在演練 平常不就在準備 幾個月前 我們才有一次 桃園不逃的經驗 你應該有經驗 你應該不逃的人 不是後來都送到新北市 鼠立台北醫院什麼 大家不是互相的幫了忙了嗎 這個時候突然間 倍增了這麼多人的情況下 而且有很多人是不知道 要被隔離 被框起來 被什麼東西 一大堆人要突然間 由一個市政府的衛生局要處理 你當然是大家要集中火力 來過來 蕭勞幫忙一下子 你趕快 這群人趕快送到桃園去 這群人趕快送到苗栗去 哪裡有空病 從就往哪裡去了 先過去救護車趕快送 送以後大家分擔來這個東西 你怎麼會 我實在搞不清楚 你怎麼會在這麼嚴重 隨時會致命的疾病 你去找一些退休的醫護人員回來 我不是說他們不好 他們有非常非常多經驗 但是這個病毒 也是很新的病毒 這個病毒要穿全身的防護衣 那不是隨便 你當過醫師 OK 你穿個防護衣 你就會插管 你就會做這個東西 不是這樣講的 這樣會反而把那些 退休的醫護人員 放到第一線 可能一下就搞死 蕭勞反而他對他們來說 是夢成度上是風險很高的 他也多 刷冊所影響的置頂 您點進去 最後一個連結 就是我們的子頻道了 您的觀看紀錄 可以留在這個YTV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